请主任务师报告出席人数 报告委员会出席委员与主法定人数 那我们现在开会 请议事人员先读报告四项 先读立法院第八届第八会期财政委员会 第十一次全体委员会议事录 时间中华民国104年11月16日 星期一上午九十一分至十一时三十八分 中华民国104年11月18日 星期三上午九十一分至十二时三十四分 中华民国104年11月19日 星期四上午九十十二十五分 地点本院勤弦楼九楼大礼堂 出席委员习天才委员等14人 内席委员李同豪委员等19人 内席官员104年11月16日星期一 财政部部长张盛和率 首属单位主管及其他相关机关人员等 104年11月18日星期三 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曾明中 财政部部长张盛和率 首属单位主管及其他相关机关人员等 104年11月19日星期四 财政部部长张盛和率 首属单位主管及其他相关机关人员等 主席薛召集委员林 104年11月16日星期一 报告事项 先读上次会议事录 决定 议事录确定 讨论事项 审查中华民国105年度 中央政府总预算案 附属单位预算会营业部分 有关作业基金 地方建设基金 国有财产开发基金 债务基金 中央政府债务基金 特别收入基金 行政院供应事业民营化基金 金融财政部张部长 就预算案提出报告后 具有委员吴炳瑞等11人提出咨询 金融财政部张部长及相关人员 已以答复 决定 1 报告及審导完毕 2 委员习星云 潘维刚 首提书面执行内录记录刊登公报 并请财政部以书面答复 3 委员执行位级答复部分 请财政部以一周内以书面答复 4 委员执行中要求提供之相关资料 一检一周内分送各相关委员 决议 中华民国105年度 中央政府总预算案 附属单位预算会营业部分 有关作业基金 地方建设基金 国有财产开发基金 债务基金 中央政府债务基金 检查结果如下 预列38万元科目自行调整 七亿经照列改列为1,210万元 本期善以颜列1亿3,761万1千元 增列100万元 改列为1亿3,861万1千元 3 结缴国库进额 1亿7,137万3千元照列 4 转投资计划部分无列数 5 固定资产制建设改良扩充 80万元照列 6 国库增播基金额无列数 2 作业基金 国有财产开发基金 1 业务计划部分 因例基业务收支 转投资固定资产制建设改良扩充 及资金应用等向之审查结果水桶调整 2 业务收支部分 1 业务总收入 颜列8,115万4千元 增列业务收入100万元 科目自行调整 其以经照列改列为8,215万4千元 2 业务总支出 3,132万6千元照列 3 本期善以 颜列4,982万8千元 增列100万元 改列为5,082万8千元 3 结缴国库金额5列数 4 折减基金缴库数 3,015万8千元照列 5 转投资计划部分5列数 6 固定资产制建设改良扩充5列数 7 国库增播基金额5列数 8 补办预算部分 资产制变卖26万1千元照列 3 债务基金 中央政府债务基金 1 业务计划部分 因例基基金来源以用途审查结果水桶调整 2 基金来源用途及移出部分 1 基金来源8802亿1308万8千元照列 2 基金用途8802亿911万元照列 3 本期剩以397万8千元照列 3 结缴国库5列数 1 行政院主管 1 特别收入基金 行政院供应事业民营化基金 1 业务计划部分 因例基基金来源以用途审查结果水桶调整 2 基金来源用途及移出部分 1 基金来源76亿6131万4千元照列 2 基金用途84亿6526万3千元照列 3 本期短处8亿0394万9千元照列 3 结缴国库5列数 104年11月18日星期三 邀请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 曾主任委员民中 财政部张部长盛何 就国内金融业部及亚洲现况 及未来发展车类 以因应措施专题报告并被咨询 经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 曾主任委员财政部张部长提出报告后 既有委员吴秉瑞等15人提出咨询 经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 曾主任委员财政部张部长及相关人员 已以答护 决定1 报告局寻寡完毕 第2 委员执行会及答护部分 请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财政部 已一周内已书面答护 三 委员执行中要求提供 这相关资料疫情的一周内 分送各相关委员 104年11月19日星期四 讨论事项 审查中华民国105年度 中央政府总预算案 副所单位预算营业部分 有关台湾烟酒股份有限公司 财政部印刷厂 经金财政部张部长就预算案提出报告后 既有委员吴炳瑞等5人提出咨询 经金财政部张部长及相关人员已以答护 决定 1 报告局寻寡完毕 2 委员如秀燕括号两份 潘维刚首提书面执行内录记录刊登公报 并请财政部已书面答护 3 委员执行会及答护部分 请财政部已一周内已书面答护 4 委员执行中要求提供 这相关资料疫情的一周内 分送各相关委员 决议 中华民国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 有限公司财政部印刷厂审查结果如下 财政部主管 1 台湾烟酒股份有限公司 1 业务计划部分 1 利益营业收支 生产成本 转投资 重大制建设施业及资金应用等向 至审查结果水桶调整 2 营业收支部分 1 营业总收入 严列814亿 8211万6千元 正列营业收入5亿元 科目自行调整 其以经照列改列为819亿 8211万6千元 2 营业总支出 不含所得税费用 严列709亿 65155千元 简列行销费用向下批地津贴50万元 其以经照列改列为709亿 6465万5千元 3 税前净利 严列105亿 1696万1千元 正列5亿 50万元 改列为111亿 1746万1千元 3 生产成本部分 水桶营业总支出审查结果调整 4 转投资计划部分无列数 5 中大制建设事业部分 12亿 4948万7千元兆列 6 资金应用部分 因利益营业收支生产成本 盈亏拨补 转投资 及重大制建设事业等向之审查结果 水桶调整 7 补办亿算部分 固定资产制建设改良扩充 1502万2千元兆列 2 财政部印刷厂 1 业务计划部分 因利益营业收支生产成本 转投资 重大制建设事业 及资金应用等向之审查结果 水桶调整 2 营业收支部分 1 营业总收入 原类9亿 8741万9千元 增列营业收入500万元 坑屋自行调整 其以经照列 改类为9亿 9241万9千元 2 营业总支出 不含所得税费用 8亿 8386万9千元 照列 3 税前净利 原类1亿 355万元 增列500万元 改类为1亿 855万元 3 生产成本部分 水桶营业总支出审查结果调整 4 转投资计划部分 5 列数 5 重大支建设事业部分 2,088万8千元 照列 6 资金应用部分 因利益营业收支 生产成本 营与波普 转投资及重大支建设事业 等向之审查结果 水桶调整 宣读完毕 好 谢谢 那请问各位委员 对于上次的议事录有无意义 委员 没意义 没有意义 好 那我们无意义 那我们就确定 那我们就处理那个复议案两案 那请议事人员分配 先读复议案的内容 复议案 第一案 针对104年11月19日 本委员会第八届第八会期 第十一次全体委员会议 审查台湾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105年度营业预算案 通过增列营业收入5亿元议案 提请复议 建议修正增列营业收入5亿元 营业成本及营与配合调整 提案人委员许天才 联署人委员李应元 赖世保 宁德福薛林 曾巨威等委员 第二案 针对104年11月19日 本委员会第八届第八会期 第十一次全体委员会议 审查财政部印刷厂 105年度中央政府附属单位预算案 通过增列营业收入500万元议案 提请复议 建议修正增列营业收入500万元 营业成本及营与配合调整 提案人委员许天才 联署人委员 卢秀燕 吴秉瑞 薛林 林德福的委员 宣读完毕 好 谢谢 那请问各位委员对于 复议案有无意义 委员有无意义 没有意义 那我们就通过 那请议事人员先读 有关复议案两案 应变更之预算科目及金额 针对复议案第一案 变更台湾烟酒股份有限公司 105年度营业预算审查结果之部分内容如下 二 营业收支部分 一 营业总收入 延列814亿 8211万6千元 增列营业收入5亿元 科目自行调整 其以金照列 改列为819亿 8211万6千元 二 营业总支出 不含所得税费用 延列709亿 6515万5千元 配合营业收入增列 因水桶修正增列 营业成本 4亿7142万3千元 简列行销费用向下 辟地津贴50万元 增减付底后 即增列4亿 7092万3千元 其以金照列 改列为714亿 3607万8千元 三 税前净利 延列105亿 1696万1千元 增列2907万7千元 改列为105亿 4603万8千元 针对护议案第二案 变更财政部印刷厂 105年度营业预算审查 结果之部分内容如下 二 营业收支部分 一 营业总收入 延列9亿 8741万9千元 增列营业收入500万元 科目自行调整 其以金照列 改列为 9亿 9241万9千元 二 营业总支出 不含所得税费用 延列8亿 8386万9千元 配合营业收入增列 因水桶修正增列 营业成本 383万8千元 其以金照列 改列为 8亿 8770万7千元 三 税前净利 延列1亿 355万元 增列116万2千元 改列为 1亿 471万2千元 先读完毕 好 谢谢 那请问各位 对于变更的内容 有无意义 没有意义 无意义 那我们变更后的科目 及金额 确定后 变列入记录 那我们现在请 议事人也先读 今日的议程 讨讨论四项 审查中华民国105年度 中央政府总预算案 附属单位预算营业部分 有关台湾土地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含土银保险经纪人 股份有限公司 中央存款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先读完毕 好 谢谢 那我们现在介绍 在场的委员 由潘维刚委员 好 谢谢 那接下来就是 吴秉瑞委员 好 谢谢 那 好 那现在介绍 议会的官员 我们的财政部长 张部长 还有政务次长 吴次长 还有会计处的 黄处长 还有人数次的 中处长 还有国库署的 阮署长 然后户税署的 吴署长 官务署的 饶署长 那接下来就 国产署的 庄署长 财政资金中心的 苏主任 好 谢谢 那接下来就 台湾土地银行 高总经理 然后土地保险经纪人 国有限公司的 李董事长 还有林总经理 那接下来就 金管会的曾主委 还有他的 主技术 黄主任 还有银行级的 詹级长 政级级的 王护级长 还有保险级的 李级长 然后检查级的 王级长 那接下来就是 中央存保 贵董事长 还有林总经理 那行政院主技 总处基金 议算专门委员 黄专门委员 好 谢谢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 财政部的张部长报告 主席 各位委员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大家早 今天大院审查 台湾土地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105年度的 营业预算 本人曾要列席报告 非常荣幸 一下就简要报告如下 第一 土地银行设立的 目的及业务重点 我想就请各位委员 来参阅 就报告第二部分 105年度的主要 营业目标 存款的营业量 台湾土地银行 预计在达成 两兆 950亿元 比104年度 会增加 1300亿元 增加 6.62% 放款 营业量 预计达成 1兆 8724亿元 比104年度 增加 1274亿元 成长约 7.3% 代理业务的 营业量 土银宝金 公司 预计会达成 95亿 8500万元 增加 10亿 8500万 约成长 12.76% 主要是 致力以扩大 保险乘坐的规模 来追求 长期稳定 投资 报酬的目标 105年度 整体营业收支 跟净利 如下 整体营业的总收入 是 536.07亿元 主要是 利息收入 473.16亿 所需费收入 33.44亿 处分 投资性的 不动产利益 14.5亿亿 跟外币兑换利益 3.44亿 整体营业总支出 是 459.87亿元 主要是 利息费用258.02亿 营业费用155.07亿 各项提存12.99亿 收支相抵以后 净利编列76.2亿元 比104年度 66.34亿元 要增加9.86亿 成长约14.86% 主要是 台湾土地行 办理道路用地 容积移转活化措施 变卖利益增加 等影响所致 固定资产建设改良 及扩充105年度 编列了 5.39亿元 包括土地0.3亿 房屋建筑0.53亿 机器设备 3.08亿 交通运速设备 0.21亿 杂项设备 0.77亿 及租赁权益 改良0.5亿 主要是整修营业厅设设 及台湾电脑中心 主机等机械设备 其他的主要计划是 为了强化台湾土地行的资本结构 除了由行政院国发基金 105年度增资该行 70亿元以外 我们预计办理增资及股票 初次上市300亿元 来维持他适当的资本氏足力 避免影响业务 至于有关土地银行 105年度的营运计划 跟预算详细内容 如果也需要 由该公司的负责人提出报告 敬请各位委员会议支持 谢谢 好 谢谢部长的报告 那接下来我们请金融馆会的 曾主委报告 主席各位委员 大院今天审查 本会主管中央存款保险公司 105年度业务计划及营业预算 以下仅再要报告如下 第二部分是营业政策的部分 第一点是充实准备金 强化对存款保险制度之信心 第二点是落实场外监控机制功能 以控管承保风险 第三点落实 与相关监理机关资讯交流 并配合采取必要之监理措施 第四点是办理存款保险条例 第二四条规定之 法定事项查核 对新社申请参加 存款保险制金融机构 办理存款审核实地查证 控管承保风险 第五点是继续办理 以退场经营不善金融机构 未解释项及清理事宜 对不法人员办理民刑事追究责任 第六点是 适时检讨与研究存款保险法治 强化存款保险功能 并以国际接轨 第七点是积极推动存款保险国际事务的交流 第二个大部分有关业务计划重点的部分 总共有八点 第一点 继续充实保险赔款特别准备金 提高风险承担能力 及强化存款人对存款保险制度之信心 第二点强化场外监控机制 加强与主管机关之资讯交流及联系 以控管承保风险 第三点加强风险差别率率平等系统相关机制之运作 以确保药保机构申报资料档案之正确性 并有效反映其财务业务现况及经营风险 第四点配有主管机关立即纠正措施 及时处理问题要保机构 并以最次方式履行存款保险责任 保障存款人权益 第五点 继续办理存款保险条例 第24条规定之法定事项查核 及对新设申请参加存款保险的金融机构 办理存款审核实地查证 以控管存款风险 第六点继续以接管人或清廉身份 了结已退场之经营不善金融机构 未解事物 并对该等机构不法人员 办理民事的求偿 以为社会公平正义 第七点研修存款保险法制 强化存款保险功能 第八点持续参与国际存款保险机构的相关活动 第三部分是105年度的预算编列情形 第一点主要业务的营运目标 105年度预算存款保险营运值 预估为85亿 八千零一万四千元 较104年度预算增加两亿三千零六万元 第二点是营业预算的主要内容 第一项是收支情形 营业总收入105年度预算总收入 边内九十亿九千八百七十三万八千元 营业总支出边内九十亿九千八百七十三万八千元 本期净利 105年度预算本期净利无类数 是依照存款保险条例规定 存款公司每年度收入总额 减除各项费用成本之后 应前述提列保险存款特别准备金 类为营业支出 第二项是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及其资金来源 105年度预算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边内 一般建筑及设备计划七百二十万六千元 以上报告敬请各位委员指教 谢谢 好谢谢主委 那我们现在再补充介绍有喜天才委员 好谢谢 那我们现在要开始警察 那我们做如下的宣告 每位委员八分钟可以延长两分钟 那我们登记到十点截止 那如果各位委员对于有预算等提案的话 请于十一点送到主席带 以便意识人言整理 那我们先请登记第一位发言的喜天才委员 好谢谢主席请教张部长 好请部长 请教你 去年八月十一号 习光西董事长高明贤总经理 轰光上任 媒体还大肆宣扬说 他非常的严格 让这个土银的同仁呢 感到相当的工作压力 相行之下那以前太轻松了哦 但是以前这个乌丹杰市长去这个交接建交的时候 把这个王董事长搁了到背上天 那现在王董事长 包括他女儿也被调查局调查 那习光西董事长 干不到一年 一年多几天 就离开了 有没有内幕啊 内幕就是刘登城董事长借铃了 哦是 对 那跟他什么关系 没有就借铃就退了嘛 就是要做安排 习光西啊 我说习光西啊 对习光西就到那边去 就到华南 因为习光西在赵峰 所以随他跑来跑去 他在赵峰担任总经理十几年 那土银也不重要 用一个代理的 背上的天也不太理的 报告委员是 现在财经沉沦 哦 啊 房长可以代理 那这间银行的表现 你满意吗 土银的表现你满意吗 土银当然有改进的空间啦 他的利息收入占了80% 全国银行通通有改进空间 对对 不要用种模糊 这样没公平 我要讲的就是说 他利息收入占的比重太高啦 为什么利息收入占的比重太高 他就是 开发嘛 对 没有跟时代进步嘛 跟社会脱节嘛 守住待兔嘛 有客户在那边新环嘛 从2010开始 ROA ROE 只有土银在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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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台银 何库 本来就很难看 但是他在进步啊 哦 土银 那土银呢 最后全国 最倒数三名内 他唯一 他还在退步 他的这个存放 放款 好 利差 也是最低的 好 他报告委员他有一些政策放款 所以他放款 他放款利率大概 政策放款要专案 是 政策放款不能让他盲目这样 一手遮天 政策放款 过去 从北到 从南到北 那些现在逃亡海外的 当过议长 当过立法委员的 他的公司 哪一家 不是政策贷款 哪一家 不是政策 这个投资 这边招楼 你看 掏空全国人民的 谁和钱 破坏我们整个金融体系的 公平合理有效 营运 就是这些人 官三不过节吗 官二 商间 不是全部 但是少数 害了体制 你今天要IP 那么简单 这是民营化的前兆 那你民营化 拿定了吗 民营化以后 你现在主管的 民营化管理基金 亏损累累 民营化 是好吗 包委员 土银IPO 不是为了民营化 是为了 提高资本氏主力 目的不一样 提高资本氏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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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不当你 国奥会 可以挤债 那变成自己的资本 那去投资 国奥会可以挤债 国奥会可以挤债 基金可以挤债 国奥会的这个 国法基金可以挤债 这个好有金融 好有财经纪律嘛 资产性的 特别收入 特别目的的基金 可以挤债 然后以短资产 挤薪 还救 一年内的这个债务 每一年换单 那变成无限期债务啊 比那个长期债务还长期啊 这 这理论上怎么讲啊 怎么这样子呢 所以今天啊 主席我们做财劫 那IPO那个民营事故那个 动资这个要执行之前 一定要先来 裁委会重新报告 没有那么简单 好 那现在土银跟台银 合并很好啊 大方向把他合并啊 细节在谈啊 联共潜力 同样都是公营的 比高啊 不比低嘛 通通如果他比人家低 加上来嘛 有什么困难 有曾经提过 但是也是被大院否决了 大院否决 这个说清楚嘛 那个时候为什么否决 我是不清楚啊 但是你现在 已经大肆首期 规模要 尽量的放大 那我们台银也不可能民营化 他也不能民营化 到奥地利去写一写啊 不是公营就不好啊 到奥地利去写一写 奥地利经济学 独四一字 他透过公营的这个改革 比民营 还自由化 但是比民营还高效率 比民营呢 还公平 还维持社会正义 看人嘛 制度不全 人魔不脏 然后那个土银 带给鼎立公司的 二十九亿 我看网路啊 是二十九亿的 这个呆账嘛 现在收回的情形怎么样 二十九亿 来的这个代理董事长来说一下 鼎立鼎立 委员这鼎立的部分 我们目前所了解 我们的整个债权 应该是都可以确保 不会有损失 都可以确保 是 那个董事长负责人 你要去关啊 你可以确保 不是 因为我们有一些抵押 鼎立又不是今后哦 有一些抵押 然后还有一些这个 还有鼎立的相关企业呢 那个陆太阳董事长不是去关了吗 因为这里面还有 是不是去关了 出来没有 有鼎立跟陆立两家 那我刚刚提的是 鼎立的部分债权应该是 那这个王耀星董事长的女儿 从美国拿个硕士回来 就变成陆太阳的特别助理 他们公司的人说他一公里三十万 你们在前面看他的报税单 我们平均一公里而已 没到十一万 那二十万 是假的 是这个 逃税 还是 没有那一回事 也没有 也没有像社会说明 这个材人啊 社税 回头 做一个特别助理 董事长 那个董事长是透空该公司的 我在的院内 我们营业一年五十年六十年 一直在成长 没有事要大家看 他一个手就是十几亿 十几亿要把他透空去 做假账 什么义户款 付我出去 买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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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 哪里的当时 还没割两号 我在网络看到 看到 看到 这么快看 你说的职保 专案报告 29亿职保吗 当时你还在买得职保 债钱的职保 用脖子买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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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 好好的跟进去土云了解一下 你带你董事长跟你员工了解一下 有多少内幕多少黑幕 今天你看看土云 预算 我们立法院预算中心也提到啊 退休了 我爸班有优惠存款 还可以当他们员工 还在有优惠存款 上班的也有优惠存款 下班的退休金也有优惠存款 连 退休金以外的还一样有优惠存款 那是什么故事我看不见 这种故事是怎么弄出来的故事 如果他退休保障他好优惠存款 这个都改进了 去年以后新进的员工都没有了 新进的员工那旧的员工呢 旧员工当然那是过去 不可以啊他退休以后还什么 他退休以后退休的员工 还有什么新进不新进 这个历史你知道了 他原来是高考公务员 他原来是可以领月退的 后来月退也拿不到改为一次退 其他银行都这样吗 台湾银行也一样 其他银行如果一样的话还可以 就去年以后就改了 这是很不公平啊 这是很小地方啦 小地方拿出来减退 那是故事是没有那么重要 如果大家做的贪金 身世更高的 福利更好的都有所谓 但是这边看这边有什么 整本宵这边看 真的要努力烂到总统地步啊 那你今天给你 给你增资给你增资 对资本市值利帮助有限啊 也没有到合乎金管会的要求啊 如果一级可以符合金管会的这个标准 可以到社外行等等 你说我做一个营运计划 一出到位 报委员 现在国营银行就只有两家啦 台银跟土银 那很多的法律限制 所以现在台银金控条例 今天中午要协商 没有松绑这两家都很难成长 松绑是法律的一个问题 另一面你自己内部 这一个结构体质的这些相关的问题 另外处理 我给你问东西就说了 问东西你说东西 你这个资本都给他三百四百五百 都给他不够嘛 也是不能达到金管会的那个标准嘛 那不是双绑不双绑的问题啊 双绑是它联合化 但是基本的要求那个条件 基本的条件都不够 不够你增加那些是要从我看不过 而且我敬意不问啊 你那个IPO三百亿民间肅股 那很多问题耶 就这么简单吗 你一开始我们看到的资料 看到的资料 国发基金跟你买的股票 就比要给民间买的股票 价差就三块三叻 一刷三块三叻 三块三叻 一差就三块三叻 那三块三是要做什么用啊 为什么对民间的股股未来不知对象是谁 为什么一下子就要给他三块三叻 国发基金不讲话 那怎么买的比较贵呢 应该自己的基金买的比较便宜才对啊 报委员那个整个价格都还没有定案 都还没有开始谈 都还没有开始谈 所以我说再来来这边好好报告又再说吧 真的是这样啊 欸 歸零 这一家是要改造的 不只要改革 这一家土银是要改造的 改造是自己可以独立改造 还是跟其他公盈行合并来改造 好 是就改造的 不能这样下去啦 好 好了时间的关系谢谢了 好 谢谢习委员 接下来我们请吴秉瑞委员花言 主席麻烦先请中央存保的贵董事长 好请那个中央营养存保的贵董事长 吴秉瑞委员早 董事长早 是是 想跟你请教我们现在存款保险 这个赔款特别准备金 比例啊 条文里面是希望你能够达到 占保额内存款目标是2% 是 那如果是2%的话那不得了啊 要3800亿喔 对 结果现在你只有占 保额存款的0.29% 才500多亿 是是 尤其是最近 啊 很多 这个金融机构所缴的这一个 特别营业税的分配收入啊 都拿去补那个 银行 那个保险的那个 接管的那个保险公司那个洞 就没有拨到你这个存保公司来 你对这一点有什么看法 是我们目前这个 存款赔偿准备金啊 已经达到大概594亿的规模 达到 大概 保安内存款2%的0.29% 那 我们会继续 把 目标 法律给你的目标 规定是 2% 你才0.29% 那个才十几%你知道吗 而且这个钱啊 显然短期内几年内都会拿去补保险公司那个洞 所以你这个存保 虽然现在看起来 我们的这个存款相当安定 也没有短期之间也没有出现这种 金融銀行之间的这个大规模的倒债的状况 看起来相对安全 但是 你保险公司目的存在 是为了要预备任何的风险啊 对不对 那你 你呢 既然法律规定的目标是2%啊 你要想办法 要怎么样子 来达到这个目标呢 所以我们希望说这个 能够让 我们存款的信心能够稳定 增加存款 存款它的基本量增加以后 我们的这个保费收入就会增加了 本来是应该要增加啦 但是这一条钱现在被拿去 我不是跟你讲吗 今年这部分有259亿都被拿去补这个保险的那个洞 不然你这259亿可以放到你那边去啊 是是 其实未来如果保险这边处理好以后 金融营业税2%的这个金额 将来也可以流用到我们处理在银行方面的 是啊 但是你保险这个洞要处理好 要处理很多年啦 也是说这段期间 其实是大家是这样子的 还好啦 西墙没有 东墙没有出事 所以东边墙的抓就拿到去补锡墙啦 啊我的意思是说你作为 如果你是作为一个中央存款保险的董事长 你这一方面也应该要极力争取啊 我们现在就是 我们每天每个月每个季都会监控 我们要保机构的风险 那目前不管在资产品质在 他的这个资本市主率 还有获利能力都非常平稳 那目前可以说 我们这个存款的存款是相当安全的 我了解啦 我只是提醒你说 既然法律有这样的规定 不然你如果认为不需要 你可以把它下修嘛 不一定要2%啊 如果你认为2%是不合理的话 那显然一开始2%目前看起来是合理 没有人要检讨嘛 那如果是2%是合理的话 你现在0.29%耶 距离有点远要加油好不好 是是是我们会继续努力 谢谢你啊 请回座 主席麻烦请我们财政部张部长 好请部长 我也好 部长好 因为我刚刚看你跟徐委员对话 你在那边站很久让你休息一下 所以先问一下这个存保公司董事长 谢谢 我想要请教你喔 公股银行的现金增资案 有董事会 我没有指名哪一家 就做了决议 我们公股 该去增资的那个比例 我们不认满 就国家不去认 公股银行 譬如说某一家公股银行 你的公股假设本来是30% 那如果银行要办现金增资 本来公股要认30%嘛 那就不认满 因为 国家没有打算去认这个股 有没有授权董事会去洽特定人的状况 我们会洽范公股 譬如说洽酒公司 就是说让主导权不会受到影响 我怎么听到有一个传言 我现在讲传言 这外面人家跟我讲的 你公股银行的现金增资不认满 授权董事会恰特定人 这个恰的特定人是有很多现在 打算竞选立委的关系人 让这个要选立法委的人 从这一个巧门里面去得到相当的助选资金 有没有这一回事 应该是没有 外面传言沸沸扬扬 我们要恰的是犯公股的 你听得懂我讲的意思 我听懂 所以你保证 你不要让我查出来说你有哪一家公股银行 恰的特定人 而且这个特定人 当然表面上看不出来 这些人一定都是 会有一个防火墙 会有一个伪装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公股银行没有国家基金 没有国家的预算没有认满的 你会恰国家的什么研究公司 这些公股公司下去证 犯公股的 所以没有概括授权董事会 可以去任意恰特定人的状况 恰特定人这样就影响公股的主导权了 我们的大原则就是公股主导权 那个持股比例不要 部长如果你是这个态度我敬佩 敢保证吗 是敢保证 那如果这样的话 因为有人要提供我这方面的讯息 可以 我再进一步去追查 欢迎委员调查清楚 好 第二个 这个土银 现在就进到土银了 刚刚是 我没有指明哪一家 土银的这个IPO 准备的四股对象 是公开募股呢 还是私下征询财团入股 这样 我们分两阶段 300亿分两阶段 第一阶段先募股 IPO50亿 第二阶段250亿 第一阶段是10%给员工认股 90%公开抽签公开募股 公开抽签如果抽不满的会恰特定人吗 还是就像你讲的 还是由公家的这个研究公司来认呢 再来协调 还不一定 是还没有 那个机会还没有 那如果最后 这个员工认股10% 假设他认满 甚至要有90%公开抽签 这个也好 那假设 假设 因为要看社会大众 当时对土银 到底有没有信心 因为你 你现在公开发行的股价 人家是 预计是17.69元 要看这个价格 人家认不认同 那假设没有满的话 还要考虑是公家的国营事业 类似的像烟酒公司这样下去认呢 还是有机会 让私人的财团去认 我们大概也是用泛工股优先 我们能掐的就是这些 因为私人的 我们没有办法去判断它的标准 好 我希望你如果是这样子的目标的话 拜托你要坚持 那土银的IPO 工会反对 我下去跟他研究 因为工会有都跟我们陈勤 我们也去了解 他一个最大的因素是他很怕 你现在是工银行库 对不对 那将来股份慢慢试试试出 到假设有一天就是切香肠 今天切了20% 明天改天切20% 有一天又切了11% 那就剩下49%了嘛 那就变成工股银行 对不对 是 他会担心说他的职务保障 报告委员 其实我们跟工会沟通很多次啦 你看像现在华南 兆峰第一 都是同样的情况 是 没有一个员工什么被裁员 薪水全目提高 获利增加 那如果这样的话 银行应该 员工很支持 对啊 员工的讲法是说 结果你们那个假投票 你们让员工有投票的机会 这点也是 我们在这边咨询之后 你们崇散逐流 所以一定要让员工表达意见 这点我们是敬佩的 是 可是 员工的诚情 第二阶段是怎么讲 有啦 有让我们讲投票 但是勒令于分行的经理 要负责得票的比例 使得分行经理 因为他每一个分行 一个投票所 结果这分行的员工 去投票的时候 这分行的经理啊 给予有形无形的压力 让这个投票的结果 是倾向于 原来你既定要的这个方向 所以投出来的成果啦 我在跟您报告 工会也承认 表面上看起来 是超过一半以上人支持IPO 但是他说实际上不然 里面有很多联工受到压力 有没有这样的状况 应该是没有啦 这投票也是自有意志 大概有80%几大概支持 委员我要跟你报告 这个IPO 只要我们保证 不会民营化 比如说我们财政部持股 一定要80%以上 到80%以后就不 立法院也会做这样的决议啊 他们就安心了嘛 永远是国营事业嘛 嗯 这个军管会的法令 可以让你这样吗 你IPO之后 你可以 比如说我就事故到20%嘛 这是你自己银行内部的保证 是啊 但是 部长 你现在当部长 但是你不可能永远当部长啊 那假设三五年后 部长不是你 政策改变了 但是立法院的决议一直有效啊 跟我当部长 有没有当部长无关啊 好 但是立法院目前没有这个决议啊 没有跟你决议 我说可以做这样的决议啊 就是说不得第一百分之八十 我想我们也不用做这样的决议啊 因为国家的政策应该是灵活了 我会跟你定死说 你只能到百分之八十 不能再改变 我觉得这个 这个 叫立法院做这样的决议 立法委员 我的意思说 可以给公会保证啦 保证 那我现在讲 其实公会的那个疑虑 有一个方式可以处理 你知道吗 就是你那个投票所 不要以一个 不要以一个分行为单位啊 可以啊 我们可以借一个 借每一个县市借一个投票所啊 然后 就让公会自己人派人 然后资方也派人在那边 就投票 不要用银行经理 这样每一个分行一个投票所啊 这样他们就比较 比较能够服气啊 他们来跟我讲的时候 我就说 按这个你们投票结果 他说这个投票是在压力之下投票 其实啊 这些公会 八家公股银行里面 现在只有台湾银行 土银行是百分之百的 其他的全部都 都还是公股银行 待遇提高 获利增加 员工工作权 获得保障 都没有意义 对但是 我最后一句话啦 这因为这是政策讨论 我最后一句话 是 回过头来来讲 台银土银 国家 到底有没有特殊的定位 还是所有的银行都是 应该要普通的 跟所有的银行一样 都要这样 用同一个标子下去竞争呢 这个才是上位的问题 台湾需不需要 有国家可以完全掌控的 台银的政策任务高啦 我是认为要IPO的可能性 几乎都没有啦 但是 但是台银也在努力啊 他们今天中午要政党协商 那个不叫民营化 我知道不叫民营化 但是想要脱离 尽量要减少我们可以对他的 这个监督跟管控 这个是有疑虑啦 当然要一些采购啦 一些预算 一些包括增资 是需要给他松绑 好那这个我是我也没有说一定的见解 我是给你点心土银的工会 他要反对的理由是这个 好谢谢 好谢谢委员 那接下来我们请林德副委员发言 主席这个曾主委还有张部长 与会各列席官员 是不是请那个曾主委 张部长一并上来 好请曾主委跟张部长 委员好 那个委员好 那个主委啊 金管会现在正在规划 这个股市扬升方案2.0版 那明年一月啊 一月底前 会先推出二到三项的措施 目标是让台股和国际接轨 请问你认为 推动这项方案对台股 到底有什么好处 跟委员报告 因为我们希望今年推出的 股市扬升方案 总共有15项 那已经陆陆继实施 那我们现在正在会同 政交所贵马跟政经局在座研理 那希望主要的目标是希望 让股市的交易制度 能够尽量跟世界接轨 能够提升交易的效率 曾主委啊 是 量能会因股市的2.0重新 擁抱台股吗 跟委员报告 因为假设 交易制度 能够在进一步跟世界接轨 交易的效率能够提升 我相信中长期 可以吸引外资再进来 也可以吸引国内的投资人进来 那你认为这个方案对主要 能不能吸引这些大陆 大户回流 还是 还是 让这个外资能够加码 呃 基本上大方向 我们的目标就是这样 希望 外资继续留在台湾 然后大户能够回流 是 你有没有信心啊 有信心 有信心 主委 我想央行公布10月份的 这个 M1B 年增率 这个M1B 年增率 这个连续2个月 高于M2年的这个年增率 那维持黄金交叉的格局 显示台股啊 资金动人 是十分的充裕 那有银行业者说 这代表台湾资金啊 过度的充裕 银行等于是烂头寸四溢啊 那 资金去化压力极大 请问 事实是不是 如此 没有错 呃 从M1B 跟M1 2来看啊 其实整个 国内的资金非常的充沛 尤其现在第一的时代 资金很充沛 但是 反而没有去路了 那你认为也没有办法把资金导入台股呢 呃 我们就是 希望 第一个 两个方向 第一个是 把这个交易制度 能够再进一步接轨 第二部分 我们也希望 其实国内的上市三位公司 财报来看 到 三月底 到九月底的财报来看 上市三位公司的获利相当的量力 达到一兆五千一百零一亿元 跟去年比较 也有百分之五左右的成长 很多的上市三位公司 是有很多的很有投资价值 这样齁 是 那个主委您请回 我来请教部长 部长 好主委请回 部长我请教你齁 土银要推动IPO 但是到现在为止 是不是还有反对的声音 有 刚刚在楼下公会就还在那边少数 那请问您觉得这些反对的人 是在担心什么 他们担心我们最后会民营化 他们的工作权会受到影响 但是这一点是可以保证的 因为像其他六家公股银行 我们持股也很少 也上市了 也民营化了 工作权一样保障 待遇反而提高 因为那个部长 因为在这方面应该要解释清楚 让员工啊不要再疑惑 另外为了强化资本 土银现金增资是势在必行 但如果无法进行IPO 请问土银还有什么 可以替代办法来解决 这个现金增资的问题 大概就剩下 譬如说今年有国发会 投资70亿 接着银鱼掃脚库 大概用这些方式了 这样喔 是 那个部长 因为吴当杰吴次长 曾经向中华邮政提出说 在土银不办IPO之下 能不能参加土银的现金增资 但中华邮政表示 要有上市价格 才有合理依据来注资 就是寄注他的资金 那请问土银增资 会比高铁增资还要难吗 因您看 我想 首先就是要上市啦 有市场啦 因为翻工股的事业来投资 他也要有一个公正的市价 而且要有流动性 那如果要是以特别股方式来办理现金增资 有没有办法来吸引国营事业的那个抑注 这个当然也是可以研究啦 但是我们没有想过特别股这个方式 那个部长 因为金管会要求所有银行要提出这个Bank 3.0的银行人员转型啊 那三年计划要求每个银行必须在今年底前将报告提交金管会 请问Bank 3.0的12项这个业务目啊 土银年底能完成几个业务目 因您看 这可能要请土银负责人来打 那个 土银的 是 现在吴代理董事长吗 好 请吴董事长 委员好 那个我刚刚讲的 这个3.0的这个 跟委员报告 就12项里面我们有仔细检测过 我们土银要适用的有10项 那目前9项已经完成 9项完成 另外一项呢 下个月就完成 所以土银的部分已经完成10项 另外两项土银不需要做的 所以我们这边都完成 这样子喔 是 你认为土银未来的人力资源 禁用的制度 以及薪资限制 是不是也应该 应该要调整 对 这个 当然这里面涉及到 国营事业整体的薪资的制度 但是怎么样能够让员工的这个 讲酬可以更有弹性 有一些诱因 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在整体的 政府的国营事业的政策上 希望能够松绑 这样喔 是 那你请回喔 部长 我再请教您 好 部董请回 国发会与主记总处 将在礼拜五 同时发布景气的灯号 以及今年 经济成长预测 外界预料 10月景气将继续亮 亮蓝灯 而今年经济成长 将调降到 1%左右 那请问部长 你认为 有没有办法保衣啊 我想努力的话 还是有机会啦 对 那个 部长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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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季啊 旺季没有办法保衣 那是不是代表景气 还没有到谷底 没有 没有错 那个部长 是 因为喔 中原院的院士啊 这个 胡胜正说 依目前台湾出口 投资及消费研判 呃 确实啊 经济 成长保衣 有点困难 他认为当前 台湾经济 由数月前的 外冷内温啊 降温为 呃这个 外兵内冷 那请问部长 台湾最近的这个 景气 是不是比 前几个月 还更差 报委员 我们当然没有掌握出 全部的数字啦 只是说有一些 新的变数存在 最重要就是欧美的 恐攻发生以后 看起来欧美的经济动能 它也有衰退的迹象 那我们的外销 这个十一月 看起来也没有转好 现在喔 郑所税已经退偿 那股市成交量 能不增还减 请问 股市成交量低迷 是不是也充问还应 整个经济的景气 您您看 郑所税的因素消除以后 股市就回复 回归到基本面了 如果国内政治 能够安定 那经济景气 能够复苏 我相信股民的信心 就可以回复 这样子喔 好 谢谢 因为今天我赶一点时间 谢谢 好 谢谢委员 那接下来 我们请賴市把委员发言 主席各位先进 请一下郑主委好吗 郑主委好吗 好 请郑主委 最近股市动能也不怎么样了 那原来你信誓旦旦 说这个把正数税拿掉以后 量应该可以出来 显然这个目标没有达到 到底问你出在哪里 台湾的股市出在哪里 问题 跟委员报告 因为最近 其实整个量 其实贵买 贵买的量是有增加 但是集中市场的量 是没有出来 主要是怕美国升息 有一些不确定因素在哪里 其实我觉得假设美国升息 确定之后 我觉得量会出来 升息到什么时候可以去年 可能要12月中 12月中还一个月 是 美国如果升息 到底是对我们是好 还是不好 总体经济来看 因为美国能够确定升息 表示它经济稳健成长 所以我们出口 总体经济面有它的好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 就股市的话来看 因为到时候 这个困扰台湾股市很久的 这个不确定因素消止之后 我觉得对股市是好的 是啊 我觉得当然 短期间可能不好 短期间他那里升息的话 钱就往那里跑了 不是吗 跟委员报告 但是 但是跑了 部分现在已经也 跑了100多亿美元了 其实慢慢已经流出去了 就已经流出去了 大家预期他升息 所以已经流出去了 对 最近又开始 什么恐怖攻击的事情 什么 这个 今天又突好奇去打 俄罗斯的飞机 什么之类的 这个会不会影响 但是昨天晚上的 Dao Jones跟Nexter 也都缩红 所以今天的雅谷也都相对稳健 所以应该没有影响 你还有没有招 你啊 股市扬升方案 我们期待 股市扬升方案 我们正在研议 我们希望尽快 能够再有一个 扬升方案的第二版 能够尽快再提出 我想市场当然最 看的啦 其实不是看价 是看量 看量 现在就把量不确定的因素 一个一个拿掉 对不对 所以照理讲应该回到它的一个基本面 应该要回到它 应该有的活泼度 那这个量其实也有一个 一个讲法是说 你的全面开放当充 会不会对量有帮助 跟委员报告 全面开放当充 对量 我相信有一定的帮助 但是现在 现在能够当充的是可以 上市商务公司可以发全证的 都可以当充 现在大概有400党左右 那要不要开放全面当充 我们因为假设 这400党已经占了 全值已经占了89% 再开放的比例其实不高 但是假设 可是那象征力大 就让它全面跟活泼啊 不是吗 假设要全面开放 我们正在评估 要配套 这个也是我们的选项之一 但是还在评估 有没有在你的股市扬升方案2.0版里面 有没有在里面 在评估 可能性是有的 有的 假设要做 即便它比例不是很高 可是那个 整个氛围 整个feel 就变成说是 你就鼓励大家更活泼嘛 当然大家更注意风险啦 风险自负啦 因为它有流动性的问题 因为它流动性 其他的 将近1160党 它的流动性相对比较小 那当初要配套 我们正在做评估 什么要配套 比如说它 因为它可能会 当初可能补不回来等等 那有一些教育制度 或者是不是它的保证金等等 我们应该会 这个是一体两面 这个是 看你怎么来看 因为你说 你说把它 既然它都已经剩十几%而已 你说 现在开放四百档 虽然四百档 可是整个值 占了八十几%了嘛 对 对 剩下十几% 它影响不是很大 你就放了 那不是 让市场感觉更活泼 当然你说 会有什么保证 我觉得那个技术问题要一般 对 那跟法院报告 其实国外 国外也都没有任何限制 所以我们正在做评估 那一方面有什么配套 要一起提出来 谢谢 配套比较具体的配套 讲一个那是什么 呃 影体还在做评估 还有 因为比如说它量 万一它充不 没办法充回来的话 没办法充回来 那不够充不回来 怎么办 是 另外你是不是已经确定 保险业要买楼收益率 从2.875%降为2.55% 没有错 原因是什么 跟委员报告 大概有三个事情 第一个就是不动产的税制 已经确定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 呃 整个利率 短期间 我相信国内的利率 不会再调整 第三个是 基本上 替不动产主管机关 定一个 呃 最低报酬率 其实这么一个制度 虽然有它历史的背景 但是 其实跟市场机制 呃不太符合 所以我们希望中长期 让它回归市场机制 由保险公司自行定定 所谓中长期的意思就是说 政府不要管了 以后连2.555也不要管了 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希望是这样子的 就是未来 Eventually 有那么一天 对 2.555也不要了 这个东西市场来决定嘛 没错 都比管那么多 但是现阶段 可能还是有必要定一下 是这样子 慢慢把它降下来之后把它废掉 直接废掉 哦 你知道现在有一个流行 叫Fintech 3.0 是 知道这个吧 我知道 是什么 Pay啊 其实您就是 老路方面的 对 黄路的 谢谢 好 谢谢 请一下张部长 是 好 请张部长 曾主委请回 蓝委好 蓝委好 部长你好 我们今天讨论土银 工会有一些人在外面抗议 说土银不要IPO 一开始不要分这个卖出去 这个还是百分之百让 让股价拥有啊 怎么看 其实这有点保守啦 他们担心的就是工作权 其实这个可以保障的 赵峰我们持股比例这么少了 还有主导权 那保工作的权 员工的工作权一点都没有影响 反而获利大幅度提升 员工的待遇提高 你有没有跟郭卫代表去跟他 去跟他过程过程 市长一直都有 我们吴市长 还没当土银董市长以前 也有一直传达这样的讯息 对啊 那传达老半天现在还在反对啊 当然就是总是有 少数他们坚定要认为 要在国营失业里面 事实上百分之八十也是国营失业 百分之五十还是国营失业 百分之二十几还是国营失业 没有问题 不过这个 我想公会的声音还是要多听听 我觉得在过程当中 会多沟通 还是要继续沟通 他预见听听 对不对 主张公会的主张有他一定的道理 是不是 那你这里来讲的话 你到底主要 为什么一定要放掉这百分之二十 主要点在哪里 不是放掉 而是资本氏足利 他要提 因为根据那个 八十十六那个 资本氏足利的要求标准 大概以后他还没有办法达成 那个资本氏足利的标准 因此他要增值 那增值三 他预计两个阶段三百亿 第一阶段先增值五十亿 今年是国发基金给他七十亿 那接着盈于少缴顾 大概七八亿 那个不够的啦 所以一定要慢慢的 不需要 那同样的理由啊 您在他问啊 那为什么台湾金控不要 台湾金控 我们有评估过 要IPO不一定有人买 他政策任务太多 侵蚀到太多的获利 都是 譬如说他负责18% 他负责军人的保险 负责学生的保险 这些都侵蚀到获利啊 所以也就是说 土银比较没有这些人 是他政策任务比较少 政策任务就是 但是如果台湾没有这些 台湾金控 如果没有这些的政策任务 你也想要把它放一点掉 其实他政策任务高了 我们知道这个可能性不大了 所以我们就放弃这个想法了 对 未来经济怎么看 大家外面都一副非常悲观的样子 这个部长怎么看 报委员未来经济 国际的影响太大了 尤其国际政治局势的动荡不安 这一点是最大的变数 政治因素最近的恐攻应该有关系吧 对叙利亚加美俄又加进去了 这些国际强权都加进去了 这些变数太大了 实在是很难预测了 那我们怎么办 没有我们就是自己先内部把它自己做好 比如说经济要转型的 我们赶快转型 要提升竞争力的提升 我们先把自己做好了 没有任何其他财政工具可以用 就脚步站稳嘛 先把自己蹲马步蹲好 等到外面的局势一转好 我们就可以立刻就可以出去了 好 谢谢 好 谢谢委员 那接下来我们请如修院委员花园 主席请张部长 好 请张部长 路委员好 部长 小市民财政一 今天的小市民财政一 我们知道台九公司是百分之百的国营事业 所以我们今天谈台九的商品 没有任何私人图利的问题 因为它卖越好 国库收入越多 你知道民意代表是民众最好的朋友 因为民众如果有问题 他不会找政府官员 找公务员 他会找民意代表求助解决 那民意代表的服务范围啊 包罗万象无奇不有 我最近啊 接到几个很多的 接到几个业务啊 非常特殊 说委员 你可不可以帮我购买台九公司的泡面 台九公司的泡面 那我就觉得很奇怪了 我的助理我都有接到 当面有时候去败票就碰到 我说为什么呢 他们说啊 因为现在网路在疯传呢 说啊 因为台九公司为了去化15年的花雕酒啊 为了去化这个酒 那所以呢 卖不掉 那怎么办呢 只好把它放做在泡面里面啊 那推出了三款 第一款呢 是它的麻油鸡面 号称它不但比米酒还好 而且它用的是15年的花雕酒啊 另外还有一个是花雕鸡面啊 花雕鸡面 还有一个是老坛 不晓什么面啊 那结果呢 引起这个网路的疯传 然后民众的热销 所有的通路商啊 超商来发卖厂通通买不到啊 那刚才我们打电话去台九公司 他也证实啊 他们也证实现在做不出来 那所以呢 就这个买不到 那所以我想请教一下这个部长啊 这个面到底要去哪里买才买得到啊 报告委员 这个这一点啊 我要对台湾烟酒公司大大的按一个赞 他们非常的有创意 那最近推出很多新的产品 包括这个产品都很都非常畅销 所以我鼓励他们在烟酒产品之余 有创新很多创新的产品 像这个面就是之一 对啊 问题是东西好买不到没有用啊 正常供货我问了 听说还要两天了 还要两天 是啊 目前缺货 你是不是也有接到选民的请托啊 班长知道还有两天 目前缺货 对啊 那我告诉你 因为是国家商品 那他的收入全部收归国有充实国库 所以我们希望他卖的好 可是国家生产的东西如果产销不顺啊 如果他供货不及的话 部长为你试问啊 这是大事啊 对不对 你要国家的东西照理是说 就像烟啊 就像你很多的是个商品啊 你应该源源不断的供应嘛 是 那既然这个这么热销做不出来 那表示我们的生产能力 我们的产线都有问题 要怎么解决呢 这可能是他们没有想到这一项产品这么畅销了 所以我可以把这些选民服务案都转给你吗 可以 可以 你说的哈 我就转到烟酒公司去 对啊 那你们负责可以百分之百供应吗 呃 我们请烟酒公司 既然说这个产品这么畅销 我们请大家大量 好 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啊 因为很多民众也很忧虑说 那这批酒用完以后 因为你们为了去化酒才做泡面嘛 那所以说这个酒去化完以后 是不是就不再做这个泡面 那我今天早上呢 特别问一下台酒公司 他们说这个酒啊 15年的花雕啊 只剩769万公升 预计啊 可以做一百万打的泡面 那你知道以现在热销的状况哈 一个月烧它个几十万箱可能没问题 那如果你这一百万箱搞不好半年就卖完了 那如果半年卖完以后 那你们还会继续做吗 我想这个就是经营阶层要好好考量了 就是花雕酒要继续生产 这是原料之一嘛 那那那问题15年用完了 那还有10年的花雕酒 对花雕酒 还有其他的吗 那现在是15年应该只是其中之一啦 但是花雕酒它不一定要到15年才能做泡面 我我建议啦哈 那个反正充实国库嘛 民众需求 那我建议哈 民众的小事是国家的 这个我们会跟银酒公司 你知道为什么要问你这个问题 因为既然现在还造成囤积 就是说很多人说买来盾 买来盾 那因为这个东西呢 既然这个市面上买不到 那就更加的这个稀奇了 所以还有人买来盾 那如果说你保证说这个东西会继续再做 那可能也会解决 这个大家囤积泡面的这种奇怪的现象 我们来转给台湾烟酒公司 好 那这个是小市民的问证一哈 是 小市民的 今天的小市民问证二是我要请教 因为今天报载啊 有一个女性 那她因为10岁的时候被她爸爸强迫 对不起 金管会主委哈 被她那那个 曾主委 部长你也请留 因为八大航库也关联到哈 呃 她10岁的时候被她爸爸强迫 抓去做宝 那导致于呢 现在她成年以后 那这个银行跟她这个讨债 而且是公股行库的龙头银行 是台银 那所以呢 在1995年的时候 其实我们已经修民法了 就是未成年人 不得担任债权的保证人 可是当时不晓为什么 这个小朋友被抓去做宝 那导致她现在啊 她必须要来偿债 那她也还不起 那第一个呢 这样一个契约 尤其是我们公股行库 那竟然违反民法去 来让小朋友做宝 这是一个问题哈 那第二个呢 据我了解 这个东西也不会是个案 会有很多的民众 有些民众 他会碰到这种情形 爸爸妈妈长辈走投污渡的时候 就把小朋友抓去 当这个债权保证人 银行为了他的债权保证 也糊里糊涂 或者是明知不可为 而故意去让他们去当保证人哈 那所以我想请教这个监管会主委 你们这个事情要不要全面清查 像这种情形到底有多少 没有问题 我们会尽快来清查 大概需要多少时间 可以清查给我们 我相信一个礼拜内把它清查 一个礼拜哈 那第二个呢 那你们是不是要统一韩式 因为我今天有个提案 要求你们统一韩式 如果他是 现在就是小朋友 那这种案件 根本就是违法 根本就违法 那这种又有多少 不是他现在成年了 现在就是小朋友 你们应该 你们清查应该分两种 一种他现在就是小朋友 你银行业者 你还故意受理这种案件 那这种银行是重大缺失啊 第一个像这种 那如果现在是小朋友 这种根本是无相 第二个那不得追讨啊 那第二个是 如果他现在已经成年了 可是他当初订契约的时候 他还是小孩子 那就要怎么处理呢 一样 假设他订约的时候 还是未成年 那一样这个会有争议 也是违法的情况 一样 所以银行不得追债吗 我们会把那企业拿出来看 基本上我觉得他 假设 当时定义的时候 他没有担保能力 那他这个担保的债权 应该不存在 那这个东西是重大的 重大的宣誓 主委 你有guts 因为如果是这种情形的话 那不得 那希望你们赶快做还是 我今天提案 那接下来我要请教两位 请教经管会主委 因为格洛方德是全世界第二大的代工厂嘛 那他们的这个这个企业主呢 最近可能会脱手求线 那据说买家很可能是路资 那这会就冲击到我们重要的全职股台积电 所以我不晓得这个主委 对于这个这种情形的话 对于台积电如果冲击到 那对我们股市产业或出口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他这个买卖可能还没有正式成立了 不过我们会了解到底对台积电 因为基本上台积电他的竞争力非常强 那虽然他现在的外资占比很高 不过我觉得出不开应该不会冲击台积电 谢谢 两位请留 那个吴次长请上台 好 请吴次长 曾主委我要恭喜你当选 国民党不分区的立法委员 排名第六已经宣布当选了 那不管怎么样 你二月一号一定要就职 曾主委一定要就职 那可是呢 我们的这个总统任期是到五月二十号以前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金管会主委势必要换人 要势必要换人 那现在呢 就有几个人选浮上台面 包括吴次长 因为吴次长以前当过金管会的副主委 对金管会业务非常鲜熟 现在又到财政部去历练 另外一个就是李济珠董事长 那我就不晓得 这个曾主委 你会做怎么样的推荐 跟委员报告 这个不是我的职权 而且我也没有这个权利 谢谢 那如果说毛院长考虑的结果 觉得龙头台银很重要 不宜更动 那这个剩下任期也不长 那是不是就拜托这个吴次长的话 那请问张部长你会割爱吗 这样啦 一方面当然 如果长官有决定 尊重长官的决定 你会割爱 当然不是 吴次长的个人意愿也很重要 要尊重他个人 好那我现在就来问他意愿 吴次长你的意愿呢 各位委员报告我目前没有听到这样子一个讯息 所以我实在没有办法表达任何的意愿 不过公务人员就是这样子嘛 服从国家政策的需求嘛 如果说长官要你去你就要去不是吗 还是说长官叫你去你也不要去 你要陪着张部长奋斗到底 目前没有得到任何的讯息 所以no comment 没有办法评论 是是是 好谢谢 谢谢 好谢谢 那接下来 我们请李应元委员花言 主席 主席 本院同仁 我们两位首长以及各位财经界的先进 主席我先请叫张部长 好请部长 部长也请一下我们那个次长就是土银的董事长 好那个吴次长 部长这个公股银行里面啊土银你认为在这个八家公股银行里面土银的表现大概排在哪里 董事长当然就认不够长 是 土银当然在 在 货利还不错 那货利税前有一百亿以上 税后有七八十亿 货利不错 但是他的货利的结构有改善的空间 他以利息为主啊 占了百分之八十几 所以他财富管理的收入 企业金融 个金都需要改善 如果你的报告里面当然都是超过预算 绝大部分的指标都超过预算 但是以那么两兆多的这样的 土银这么大的一个银行 那个吴次长就是吴董事长 部长这样讲的 有改善的空间 你接任到现在你认为哪些地方应该改善 跟委员报告就说 刚刚部长讲的 可以改善 那收入的结构面是要去改善 比如说怎么样增加手续费的收入 财务操作的收入 那这个部分相对比重都太低 所以这个一定要去改善他 那另外就是我们自有资本的比重 在八大公共航空里面是最后一名 也就是说自有资本的不够呢 已经从103年下半年 他就没有资格到海外去升涉任何的分行 好 所以下一张 有关这里 所以这个ROA 等一下 这个总资产 这个土银是这样一个状况 那台积电是这样的状况 是不是我们国发基金 现在是也是吴次长你在 在 国发基金是国发会这边 由国发会来处理 国发基金有说要释出这个台积电的股 来做这个台银的这样的一个资本 没有我们所了解是国发基金 他是要用至长性的举债的方式 他们不是要以卖台积电去买土银 所以这个本来在这个7月10月的时候 在谈论的这个这个事情 现在已经因为媒体各界的反应 觉得说国发基金的设立的目的是要促进产力的创新 而不是来作账来处理这个国有银行的这样的一个资本 这样的问题 这个事情所以次长也好部长也好 部长国发基金的相关的会议你没有参加吗 这件事争执的案我知道 他就是举债 所以现在已经打消到这样的概念 这个是不合理的事情 从来没有过不是打消 从来没有过 他就是举债来争执 我那可以听 这个是因为在这个相关的财经杂志的报导 一个是今年7月29号ETtoday 一个是这个社论 10月27号的应该是工商事报的社论 都相当对这件事情都有所批判 那我个人当然也认为积极以为不可 既然部长和次长都这样讲 那我们就就这件事情 这样是好现象 那下一张 这个部分就是天涉到刚刚大家都有提到IPO这个部分 所以这个部分国发基金就没有不处理台积电 但是还有这样的事情吗 要有 各位委员报告 这个我们在预算书里面写的这个价钱 是一个估算数 他是怎么估算呢 他是初步是以这个五大公股行库 他在2月份的上市平均的价格在打折算出来的 所以那个只是一个预估的数目 因为必须要呈现在预算书里面 所以目前价格都还没有确定 包括国发基金要认购的价格也都还没有确定 但是以你可能的这个当然是你调查市场的状况 认为可能的价格吗 对他是先按照这个上市的公股的那几家平均的价格 好 谢谢 那次长你请先回座好不好 谢谢 那主席我首先也请那个曾主委上来 好 我们先请曾主委 喂好 主委和部长 我这个大概是第四度针对这个国有银行相关的 你这个亚洲杯的问题 这个都是台湾银行碰到这个问题 土地银行碰到这个资本自足利的问题 是不是 这都碰到这个问题 我一直认为说两位啊 是最有能力处理这件事情的 就是所谓的公共病 主委你会觉得说这件事情 在那么多你提出的计划里面 如果这件事情能够完成的话 你的主委的政绩 将会留下一个非常亮丽的这个政绩 你同意吗 呃 跟委员报告 其实国内的银行真的需要进一步来整病 那换工股的市占率有49% 其实这部分其实假设有计划 有机会的话我是赞成整病 对啊 政策是你提出来的 而且我想张部长你同意吗 你认同吗 我们的银行的规模不够大 应该要继续扩大银行规模 包括不管刚刚要IPO的增值也好 姑且不管资本从哪里来 要增值要扩大经营的规模 这件事情是我们台湾银行面临在世界竞争 迫切的问题 你认同吗 我认同我们的评估报告就是要扩大两个 一个scale规模一个scope 对 这两个都要扩大 对啊 所以如果说那个曾助理你将来变成曾立委 第一位所能够做的就是比就局限 两个财经首长掌握了这么大的权力 和工会的沟通 你有没有请过张部长喝过咖啡 针对公共病这件事情 请张部长大力协助 他是老板 是 绿酸都大力报告 而且你在财政部以前也待过不是吗 是 所以这个事情你很了解的 就这个公共病的事情我觉得你们不够积极 我觉得不够积极 你们两位针对这件事情 在后面还有半年以上的时间 有没有任何的企图心啊 跟委员报告有机会的话 因为跟委员报告这个是趋势 为什么现在不病 未来会病 对嘛 主委因为好几次嘛 从你以前提出亚洲杯到现在都是这个问题嘛 是 这是一个大的问题 重要的问题 好的问题 对不对 对 好的政策方向嘛 那我请张部长 部长你认为你可以怎么进行 我三次以前我曾经说过 我对公会说出公会反对的这件事情 我认为是管理部门 建用公会来阻挡这件事情 公会的话我们都是高级知识分子 银行界的公会成员都是地线混注 怎么样让大家觉得你的整个的总收入会提高 银行的荣率会提高 这个整个国家的信力 银行业的竞争力在这个地方 是 怎么会没有办法两位这么 这么这个财经部位所长 没有办法说服你两个大的面子 没有办法说服 我就不想 我跟委员 我跟委员举一个例子 你就知道困难性 连土营要IPO 这个事情工会都在前面反对 很多很多立委都来直选 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困难度 因为 我知道困难度 对对 那部会所长 部长 没有比房地和英税还困难 早期我们连修宪 早期的这个所谓的牵涉到宪法 最后都这样处理了 我认为是 所以土营如果能够IPO 那当然 因为有IPO才有一个公正的市价 这个谈整并才会有可能 这个可以讨论啊 我个人认为是可以讨论 怎么样工会反对一定 一开始 因为本来是全部工股银行嘛 各种的福利 他觉得比较有保障 就像部长你讲的 51%你也是完全掌控啊 何况说这么大的银行 你30%也是掌控啊 对不对 对对 所以这个不是问题嘛 我认为说 把问题责任推给工会啊 我都不负责任的做法 没有创意的做法 是一种推诿责任的做法 我严格讲起来是这样 在两位这么 在过去这么有创意 提出这么多的 各项的这种政策 就这一项 这一项是 我真的是非常不满意 没有错嘛 你郑主委 你在double这些事情 以前你double进入问题 都真正确 是 但这个东西就是 就是 没什么回应 没有什么创意 没有什么做法 就是一个工会反对 就停在那地方 任何一件事情 工会出去都会反对 他不知道他的权益 有没有受到保障啊 跟委员报告 有可能 有可能 病人家 或者被病的对象的工会 都到我的办公室 大概谈过 不下十次以上 我知道 但是要提出 和管理阶层 会怎么样的 有什么事情 有些人做公布 金管 就在这个地方 就是这样而已 这样基本的保障 是不是继续给他们维护啊 我认为这个事情 主委啊 在这因为时间就很油烦 要说 要说一些创意不可能 我认为这个部分 继续努力啦 至少在你2月1号到立法院 我们当同事之前 希望有一定的成果 是 好不 主委请回座 那主席 我再请一下 那个 吴董事长 请先回座 没有关系 请先回座 谢谢 部长 我另外也一样 这都是 土盈可以继续加强的地方 所谓的 overbanking的问题 就在隔街 有一个分行 这样的业务 本行总盒不是就抢掉他的业务了吗 举个例子 就在管前路 还有这个淮宁街 时间到了吗 30秒 接一下 来下一张 这是金门 金门有这么大的金融业务 需要设这么样多多的银行 土地银行本身就有2块 这么短 我是举这个例子 吴董事长 因为你这样的一个位置 有部长的授权 我是希望部长大力推荐你 也争处这个董事长 因为你本身不能够讲 在我们的公务体系 这个伦理上 不可能自己这样讲 但是就说 接任这个时候 能够大力的去 就能够应兴应的事项 全力去充斥 我是认为你有这个能力 希望说这个部分 能够继续来加强 好不好 以上谢谢 好谢谢两位 我们现在请薛林委员 谢谢主席 主席要不要请贵董事长 我们请贵董事长 董事长 董事长你好 我想要请教你 我们知道金融业的2%的提播 现在已经在100 今年就开始没有了 对不对 是是是 那行政院 我是从预算中心也有看到 他是多次提出说 提高你的资金应用效率 是是是 你应该有接到这个信息吧 是是是 有吗 那我要请教你 既然是这样子 以前 103年以前 你们的那个 就是说导致你们收入有200多亿 那今年度开始的话 因为2%的提播没有了 所以说你们就减少了 剩下还不到100亿 是吧 是是是减少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要请教你 就因为这个存保公司的话 是安定基金 那既然是安定基金 对人民的潜意保障保护 那这些如果说收入减少的话 那你往后的因应要如何呢 对 我们基本上就是监控 每一个药保机构的风险 是他风险降到最低 所以我们会密切注意 他的资本氏足率 他的这个渔区放款的比率 还有他的这个被里带上的覆盖率 那如果有有值得注意的部分 我们就会进去 这个做查核 请他改善 那你未来的 因为我知道你未来的收入 是有保费跟利息嘛 两种嘛 是吧 是是 那你如果说这一块的话 因为未来的风险的一个考量 或是你那个内部的一个因应的问题 那我这边是在请教你一下 因为你的收益率来源 是来自于定存啊 在建啊 或是其他等等之一类嘛 对不对 你的收益率是这样子 但是我从这边看出来 你这边预算的话 105年的你的收益率是有往下降 那往下降的话 因为你的利率的话 你以前100年是1.12个百分点 那现在105年是1.02个百分点 那这样的话这个比人民的定存还差 那你这一块你要如何去争取啊 我跟委员报告就是我们这个 国际上对于存款赔偿准备金的这个运用 基本上它有三个原则 第一个不可以亏损 第二个不可以侵蚀本金 第三个要有高度的变现性 所以我们基本上只采安全性 跟流动性 目前都在政府债券 我知道 我先跟你谈了 跟你探讨了 就是说你的收益率逐人下降 你有什么药方 有什么处方 要如何去应验 我再跟你探讨了 是是是 我们当然因为现在利息是有调低啦 低利率是 那我们现在有拨一部分的金额 去做一些这个 比较安全的权益的投资 那你有没有信心往后 你的那个利率 可以回到一个1.4个百分点的一个水准 有没有可能 我们当然会注意到整个利率的一个波动 你自己有没有期息 你自己要下处方 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我们希望利率能够 如果能够调升我们 还是希望 还是希望 希望达到这个目标 是是是 好谢谢董事长 是是 那主席我再请那个金管会的曾主委 那董事长请回 好我们请曾主委 委好 主委 是 今天早上有委员在讲这个呆账的覆盖率 是 那呆账的覆盖率 平均值的话应该是535嘛 对不对 是500多 500多嘛 535嘛 是 我刚刚听那个委员在咨询你 那既然是平均值535的话 那个台 这个是土地银行 它的覆盖率是747.55 那应该是站在是中间咯 比平均值还高 还高吗 是 那我想请教旧教主委 既然是那个覆盖率的话 我们有三四十家银行的话 平均 大部分覆盖率是多少 就是 500左右 500左右 是 那如果说覆盖率在747的话 是落在哪个 哪个 哪个 算是比较覆盖率 因为其实这几年 这几年 土地银行的移放比例相当的低 嗯 那覆盖率提波的相当充足 所以 比平均数高了将近 200左右 是 那要怎么办 呃 它似乎其实 呃 700多算是高啦 其实 他其实 我相信 他假如不提 不提这么高的话 其实 他盈余 还会更好 我看他EPA是2.24嘛 对 那那个 ROA ROE的话 有的是0.5 或是10.65 然后 一换比例 是0.2嘛 是 一换比例 你这样的话 主委 你的 你的 你的看法 一换比0.20是怎样 站在是超什么水准 非常好 现在平均数 呃 在 国内的银行是0.25 所以他也比平均数还低 好 那就是说 这个土银的话 就是 覆盖率还要强化 要加强 他是在中断班嘛 应该是吧 是是是 应该是中断班 是是 好 谢谢 主委我再请教你 我们7年讲的回卡条款 是 7年的 103年的7月上路 到现在已经1年多了 是 那个时候 我的资料是从你的专案报告 11月份的专案报告里面讲出来 是说 我们台湾大概有4273位人有受影响 嗯哼 那个时候是这个比例嘛 对不对 那103年的申报 那我们都知道 那时候 我们跟美国的配合 那个时候的 我们配合的话 就是金融业啦 基金啦 建商啦 或是邮寄等等 就是全球式的注册 一个开业的银行 或是 这一些 证件行的话 总共有884家 到10月26日为止 对 我们提供了这些资讯 给美国嘛 那我要请教主委 既然我们提供了这些资料 给美国的话 7年提供的话 那问题点 你应该有这些的账户给美国 那有没有被查税 有多少人被查税 哥美人报告 到现在不会 因为这一部分呢 都是自愿提供了 目前还没有听说 有被查税的情况 那既然是这样 我们呼应美国 既然 这么的配合的话 那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因为一个相对论嘛 比如说我们的TPP 比如说我们的经贸往来 有没有建立在这一块 跟美人报告 回咖的假设 我们不配合 那不提供 那所有在 不管是个人或公司 在美国的收入 要被扣取30%的高的税率 就是救援扣税 救援扣税 是1块30% 那这个多不多 现在进入 因为我们已经配合 所以就没有被扣30% 那你有掌握这一些人的状况吗 是 那应该我们也要求一点相对嘛 是 你有没有做这个主张 有 跟委员报告 去年 我跟财政部吴次长 我们两个飞到美国去 就我们有跟他提出这样的一个说明 带一点收获回来嘛 是是是是 好 谢谢主委 主委再请教你 我来跟你谈一下信用卡的问题 五秒钟就会被窃取 这个个资 你知道有听到吗 我相信他是少数 少数他有一些特殊的情况 那你有掌握到这个信息吗 各位委员报告 我们都要求所有的金融机构 要做好这个个资 有关这方面的要把它做好 听说啊 听说这个是天下杂志报导 在上个礼拜 他是说香港的一个记者 有实力的一个测试 真的 就用两款的那手机APP 只要靠近人 靠近每个人 因为我们的卡都放在 一般都放在那个皮包 或是说放在那个口袋上面 只要靠近你五秒钟 他就清楚你的卡号姓名 还有有效入籍 甚至你的交易额度多少都清楚 还有哦 他更可恶的地方就是说 如果你这个卡号消费小的 比如说只有五百块 比如说只有五千块的额度 那个小的小额的刷卡 他会把你删掉 反而去找一些大户的 然后不只是个资 还有盗刷 那这个是相当严重的 主委 我们有什么一个防范的 一个看法跟 跟应应呢 跟委员报告 我们有请相关的银行 要注意这种情况 并且要做好防范 尤其各自的泄漏 或者是资讯安全的部分 五秒钟就不见了 是 我相信 这种是特殊的情况 我们有请银行 要注意这方面的防范 主委 我再请教你 我们都知道 目前我们信用卡 有效流通的卡数 有三千八百多万张 是 是吧 那既然是因为我们的卡 一花就是五年几年 那如果说要更换更替的话 这样的话 因为我们都是在发展金融科技 你的口号 金融3.0 那如果这一块的话 因为犯罪的问题 那这一些因应的话 你有没有议计说要清查 或是对策 或是说要换的话 要多少时间 跟委员报告 在整个我们推动金融科技的过程当中 很重要的配套就有两项 第一个就是网路的诈骗 跟网路的安全 这很重要一项 另外一项就要特别注意 消费者的保护的部分 所以以后陆陆续续再推金融科技的部分 这两个配套必须强化 也必须落实 好主委 我在延续我一分钟就好 我们都知道信用卡的业务 慢慢被排挤 悠游卡嘛 对不对 对不对 那既然是信用卡跟悠游卡 一个应该是重叠的一个功效 对吧 是 那我们都知道 因为现在 连行动支付卡的时代都来临了嘛 以前是付现金 然后就是卡片的支付 然后又行动卡的支付 现在连这个行动卡 连卡号都不用用了 只要一个手机刷了就可以 就可以消费了嘛 已经时代在进步嘛 那既然是这样 悠游卡跟信用卡 既然是重叠 那也要转型嘛 信用卡也要转型嘛 对不对主委 那我们都还知道 我们的流通信用卡的流通卡 我这边是从你的资料拿到的 你们说7年9月份的成长 这个信用卡3.2个百分点 那悠游卡的话 就是电子那个同期成长是17% 17个百分点 那既然是这样子 因为有一个是在成长 有一个是在退化 那你应该既然是重叠的话 你应该是不是有一些 目前你要查一下 信用卡的禁止户有多少 如果信用卡有禁止户 这些是浪费一些资源嘛 申请了没有用的话 是不是主委 你应该要一个政策应用 要如何改进 让我们更简化的功能嘛 是吧 谢谢委员的指教 因为其实信用卡跟邮游卡 其实它的标的市场是不一样 尤其是信用卡 它是基本上它的额度 或者是消费的金额相会比较大 那邮游卡主要还是用在交通 而且它的金额相对比较小 那您提到是不是有一些 闲置卡的部分 是的 礼拜一我们财委会去考察信用卡中心嘛 那个董事长有讲是说 他的信用卡 他有一个大数据 那既然是有一个大数据 他已经讲出来 这个就是一个建制商业价值的资料库 如果可以普及给大家用 这个是很好的一个作为 比如说他还可以知道 那个天气怎样 点点点这个 这个作用是很好的 是不是说 主委 我是说希望既然有这个大数据 是可以分享人民 大家可以来用它 这个才是好的嘛 是县外执教 有关联卡中心也好 或联征中心也好 很多的资料 在去世卑化之后 基本上金管会是赞成对外开放 给各界来使用 谢谢 好 谢谢主委 我们现在请孙大千委员 主席各位同仁各位官员大家好 我是不是请金管会的曾明中曾主委 好 我们现在请曾主委 主委好 主委 主委 首先要先请教一下 我记得在前两个礼拜 针对保险业投资不动产的最低收益率的这个问题 我曾经就叫过主委跟我们保险局的理局长 那么当时我也提出了我担心的地方 是 因为我们要维持这样的一个最低收益率的标准 我们有我们自己计算的公式 是 那么我也询问过主委说金管会有没有考虑 会做向下调降的动作 但是当时金管会的答案是比较保守的 是 可是我看到今天的新闻 金管会已经同意要将最低收益率 往下调降0.25个百分点 所以从原本的2.805到现在的2.555 我要请教一下主委 金管会是在什么样的一个考量之下 做出这样的一个调降的动作 跟委员报告也谢谢委员指教 基本上金管会依照相关的法规定定 保险业投资不动产的最低收益率 从本来是2.875 那定定这个规定 其实有它历史的背景 因为过去很多的保险资金流入到不动产的市场 所以在民国101年的时候定定了这么一个规定 但是我们经过这段期间保险工会一直在建议 那我们斟酌了之后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基本上由政府机关来定定一个最低收益率 合不合适 其实这部分可以进步来检讨 所以我们希望它中长期让它回归到市场机制 所以初步让它逐步往下调 以后中长期把它毁掉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有关不动产的税制已经确定 第三点 文内短期内利息的情况 大概会比较往下或往上的机位不高 所以基于这三点因素 我们就同意采取保险工会的一部分的建议 把它调到2.55 主委 如果我没有记错 当时金管会订定这样的一个标准 最主要的原因 是不希望保险业者 在用他自己的资金来进行炒作商用不动产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针对保险业者 所做出放宽的前提是告诉他们 我们同意他们来长期的投资商用不动产 但是希望用他们的租金的收入 来作为保险公司 面对他们的长天期的这些保单的利率 来作为一个支应的动作 也就是说我们并不希望保险公司 是借着炒楼来获利 我们希望他们长期稳定的持有商用不动产 藉由收取租金来获利 这是当时我们要定一个最低收益率 应该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吧 主委 没有错 但是我觉得把它定最低收益率 其实跟市场机制有不完全相互的地方 假设要防止它炒楼或者是炒不动产 可以用其他方式来做相关的管制 比如说我们会对外宣誓 我们真的不和我们不希望有大幅的基金 资金还是从保险资金进入不动产 我们可以用别的方式来进行管制 但是你要定最低收益率 这个其实是市场机制的问题 我请教一下主委 当时我们定2.875的时候是用什么样的标准 定2.875的 他是用油储的标准 三年起的油储为标准 看整个市场的不动产商办的收益率的情况 来做调整 而且我们当时其实定了最低收益率 除了避免保险业者借机来炒作商用不动产之外 其实我们还有防币的机制存在 对不对 那基本上我觉得经过一年多来的 三年多来的实施 我觉得这个规定 有他完成阶段性的重要任务 所以这一次斟酌了 刚刚跟你报告三年因素之后 慢慢往下调 中长期 我觉得应该回归市场机制 我请教一下主委 我们回归市场机制 这个大的方向如果确定 我们马上接下来要规划的是 我们的防币机制要如何的建立 因为不可讳言的 其实保险业者的资金 现在还是在市场上有很多各式各样的传言 有很好的保险业者 但是也有很多 呃 游走在法律灰色地带的保险业者 我们当然不希望因为我们全面的放宽 尊重了市场机制 而导致了这些不合法的 或者是试图要游走在灰色地带的这些业者 就大行其道了 所以这个问题我要请教一下 金管会有没有考虑过 我们就算要回到市场机制来 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来避免 我们当时在订定最低收益率的时候 我们所担心的问题不要发生 跟委员报告 假设到时候有必要 金管会会对外说明 有关保险业投资不动场的相关的政策的说明 这第一点 那假设这家保险公司是不好的保险公司 我们甚至会限制它做投资 过去也有很多案例 假设是它财务不好的保险公司 我们甚至限制它的不动场投资 或者是投资某一个额度超过以上 比如说一亿或两亿以上的额度 必须专案报 金管会核准 而且主委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当时定所谓的最低收益率 其实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在保险业者买卖商用不动产的时候 到底什么样的价格才算是合理的 这是我们担心的问题 因为商用不动产 其实买卖一来一回 这个资金是非常庞大的 那么如果完全走到市场机制 他们找几家建价公司建完了 他们认为是这个价格 钱就付出去了 但是这个商用不动产 到底值不值这个钱 或者是现在是用这个价格 过了两年大赔了 根本不值这个钱了 其实对这些保险业者来讲 他们很容易把责任撇得干干净净的 那我记得我们当时 之所以要定最低收益率 就是为了避免这件事情发生 为了避免在这个价格上很难得到一个标准 所以我们用最低收益率这个方式来补强 至少有最低收益率最大门槛在 这些保险公司在买卖商用不动产的时候 不可能太出格 他不可能买一些根本租不出去的 或者是租金非常低的 或者是变成养蚊子的 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们就是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们才定了这个标准 那现在我们要把这个标准逐步的抽离 我们要回归到市场机制 我要请金管会要思考的是 以后面对这个问题金管会要怎么办呢 买了一栋商业不动产 然后这个商业不动产 最后过了两年发现根本不值这个钱 然后就打消呆账 任劣 亏损 我们也只能够摸摸鼻子 你也拿它没有办法 不会 不会只有摸摸鼻子 跟委员报告 投资不动产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必须及时利用并有收益 我们会去做检查的时候 我们会去review 到底符不符合法令的规定 要及时利用 而且有收益 我们还要回到保险法的规定 去做监理 所以这个问题又回来了主委 这个问题回来的问题就是 收益多少才算合理 租金0.5% 1% 2% 到底租金多少合理 所以当时我 我是这样跟主委报告的 就是说大的方向 我认为当然 如果在监理的相关制度能够建立完善 我们尊重市场机制 我没有太大的意见 但是我要在这里提醒主委 跟提醒保险局的问题是在于 现阶段国内的保险业者 并非都是模范生 那么就算是模范生 也有很多模范生后来学坏了 所以你要如何去做 有效的一个防闭机制 那么要做一个有效的监理制度 我觉得这必须从现在就开始要进行配套 那么否则我们这一手再放宽 我们那一手没有办法建立相关的机制 跟制度的话 以后如果一旦发生问题 这个问题就不是小问题了 因为商务不动彩 这个洞一下就是个大洞了 那么我认为这个金管会 必须要很慎重的来面对 好不好 谢谢主委 谢谢局长 谢谢 好 谢谢委员 那接下来我们请惠宏泰委员花言后 我们就休息十分钟 好 谢谢 好 谢谢主席各位在场的女士先生 是不是主席帮我请一下新管会曾主委 好 请曾主委 委员好 是 我就顺着刚才我们孙大千委员的关于保险业投资不动产的松绑 是 我再多请教几个问题 就是我们保险户他买这个受险的保单 他的保单的收益大概是多少 看哪一类的假设所谓收益 他现在大概没加不太一样 没加不太 是 当然各种的保险的这个他的条件不太一样 对 你可不可以举几个例子 就是说因为我要跟你联动到你的这个保险公司 他的收益率的门槛 你是现在降一码 对 降到这个2.555 这个3个5的百分点 那我请问这个保险公司 这个保险公司他卖保单 他的成本大概有多少 现在大约也就是 其实 现在大概一趴一趴左右 就是 相关的成本作业成本 那换句话说 当我们保险业他把他的收益的门槛 从现在降了一码 从2.8多少 现在降到2.55多少 对 基本上long turn来看 只是减少他的获利 他并不会造成他日后这个保单 他要保护到期赎回 他要去付的那个成本会比这个高 会不会 不会 不会 那我如果说这样子 我们在 不让台 不要去炒作房地产 但是又可以让这个资金活络 也可以让土地交易市场 也有点活络 现在相对 我是非常支持 不要让有人去炒作这个房地产 是 但是现在的 目前的做法 让房地产 已经进入到了冬天了 已经进入到冬天了 但是我不希望他永远停留在寒冬 是 多多少少要让他有点活水了 是 这个就好像我们觉得社会上的治安不好 我们就来个一清二清三清四清五清 但是不能老是维持天天是在清 还是让他有点活络 但是基本上是次序是要维持的 没错 对不对 所以我是觉得开放这种业务松绑 我是觉得基本上是对的了 尤其是防众业界 现在真的我在菜场服务的时候 很多业界从事当防众的那些人 很多人现在不是转行就在那边苦撑了 我觉得某种程度也让他们知道政府的方向是什么 让他自己对他人生规划做好一些 一些 一些 人生的规划 有至少要有个方向 所以我是觉得 保险业 投资不动产的适度的松绑 在此刻 在此刻 我是觉得这个策略是对的 是 好不好 好你请回 那个主席帮我请一下张部长 好主委请回 那我们接下来请部长 部长好 部长好 这个关于我们机场退税 是 外国观光客来台湾退税 你们目前是要 要延到明年5月1号 整个一化退税的新制才开始 是不是 本来1月1号可以开始 不过现场有150一个特定营业人的 小额退税要取消 因为他作业来不及 到7月1号才全面 后来我们检讨的结果 认为这样 业者有这样的反应 说小额退税不可以 所以我们就说 那就小额退税不可以 是作业来不及 还是 中华电信作业来不及 所以我们说 那就提早到5月1号 第二阶段 直接进入第二阶段 那个部长 为什么小额退税要取消 不取消了 未来就全额退税 对 我觉得这样比较好了 对 因为我们所 我们办公室所整理的资料 如果你把所有的小额 小额消费的退税都取消 我们一年也会减少一些商机 是我们要改为全额 还有中华电信 他的手续费好像要抽14% 是不是这样 这个大概是国际的中间 国际之间的收费标准 大概在中间 还是中间 在中间 实际上我们感觉是很高 不会在中间 我们国际的收费标准都收集来了 我们可以提供给委员 他的成本是什么 就是他要 他成本就建制这些成本 然后记得要人员为父 另外小额退税 他要人在那里 譬如说他101 要现场小额退税 退税100万1000万 他都在那边 中华电信的人要在那里 而且要提供现金 提供现金退税 有成本的 所以觉得这14%还是可以的 在国际的中间 那如果说一个观光客 他不要透过中华电信的这个退税 他自己直接跟那个 这个厂商退税可不可以 大概就 厂商大概也没那个机制了 以后就全部 就厂商也要跟中华电信签约 换句话说 必须得经过中华电信 是 全部就由他来做建制 那我请问一下中华电信 你没帮他算过他的投资 报酬率大概是多少 包委员 这个我们没有算 但是我们有参考 各国 因为各国都是大概瑞典的公司 Global Blue 各国大概很多都是这样 那看他们收费的标准 那收费标准 我们参考了一下 大概还好 没有人给我 我是现在问到这个 我突然想到一个事情 是 就中华电信 现在平常讲 跟其他的电信业者 是比较不太公平的竞争 是 这个会变成 这个中华电信越来越大 那符不符合公平竞争的原则 包委员 这个国际公司业务来投标 这是公开投标的 这是国际标 是 是 这并不是 不是 如果说是国际标 他能够得标 我们很惊讶 因为办这种业务 几乎都是瑞典的 Global Blue 在得标 OK 如果说是这样子的话 那我就没意见 是 如果说是开国际标 中华电信标道 是 那个很好 但是我刚才讲说 就小额退税并没有取消 没有取消 这个因为我们看到资料好像 好像不太 这个取消 对我们的商机会有一点影响 对 那再请教一下 这个退税 当然我们鼓励观光客来台湾消费 对吧 那接下来我们可能会考量的两个问题 一个是 本国人 他靠外国 你如果拿外国的护照就可以了 因为你知道我们现在台湾有双重国际的人 也蛮多的 他的亲朋好友在台湾也很多 如果说牵涉到说 本国人 借由国际有人 或者他的家人 但是拥有国际护照 把那个商品还是留在台湾 这个对我们的税收不足 会减少 这个怎么办呢 要带出镜 所以这就是查验的机制 就是说要符合这些商品在免税商店 那换句话在机场上 在机场会被检查 要检验 对 那个抽查的比例有多高呢 你百分之一百的检查 那通关一定很慢 对不对 是 那就抽验 抽验的机制 抽验的机制 对对对 抽查了 外国人可不可以自动通关 自动通关 就是说 举例像我们现在 我的护照只要申请那个条码 我就可以办自动 自动通关 对不对 不是自动通关 就是免验证 就是 快速通关 不是自动通关 快速通关 外国人可不可以快速通关 现在快速通关是指路径 路径我们有蓝绿灯 通过绿灯的就是自动通关 出镜的话 本来出镜货物都不够 不检查的啦 现在是指出口退税 观光退税 那个抽验 就是嘛 出镜现在出镜基本上 不检查 我的印象里面 很少会被检查 海关只检查路径 对 那这样子 那我刚才讲的 可能他透过外国有人 他在买东西留在台湾 或者是那些那些 一些国际观光客 他直接买了 然后他有A群 他直接卖给他 他赚几个percent 那如何确保 是 我们可以收得到税 是 这个就是防渡的机制 我想请老署长来说明一下 这样 现在也是 请老署长 现在就已经这样了 看看怎么抽验 出镜的是吧 旅客出镜 我们少了我们的价值型飞 这个营业税嘛 对 是营业税的问题 我们是有一个查验比率 那我们是在风险管理的高价的 我一定要抽 好像是两万块钱三万块钱 不是 你在通关检验货的时候 那没有分本国客 跟外国客 没有嘛 就是在护照查验的时候 有本国客外国客 请问我护照查验的时候 我又没分本国客 外国客 没有分 没有分 那我请问 你怎么知道他是外国客 你要去查他的货 呃 外籍旅客他要 我们那个电脑里面 会筛选他是不是要抽验的 要验的 就是说 那什么时候通知他要验呢 呃 以现在来讲 我就现在的 现在就是你要退税的时候 那个电脑就告诉他 你要验货 那我要看货 我们有个退税台啊 但是 所以在当 在当场现场有查验的人员 他就可以看到他的monitor 说 这个人要被检查 要被检查 然后我看到这个货 接着我要押运他进管制区 那请问 这个抽验的比例有多高 大概 一个是两个标准 一个是高价的 是一定要查 有的是百分之百要检查的 对 还有一个是 用抽的 那我们 去做存货盘点 分APC是一样的 对对对 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 第一个通关的速度啊 要 要去掌握 第二个 第二个 我是觉得 不要让 让有人去走 走这个窄门 这个对我们的税 是会损失的 提醒一下 好吧提醒一下 好感谢 好谢谢委员 那接下来我们现在就休息五分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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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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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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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 感谢观看 主席 面对 随时在 必要的时候 感谢观看 美国 出手的时候 其他在 或者是 像大陆 可以多選擇這些獲利比較好 但是基本上這些上市公司 如果自己能夠多做一些法說會 對外說明他自己的業績 未來是很亮麗的 把這些資訊盡量讓投資人了解 我覺得讓投資人多注意一下基本面 是 我看國內市場的油資 非常非常的多 那我想說 這個 等一下我再請教其他人 那因為今天是土銀相關的 土銀這個IPO第一期的話 大概市股是多少 我們大概兩階段 第一階段是50億 第二階段是250億 也就是IPO50億 然後SPO250億 是 兩個加起來以後 最後大概市出比率是多少 我們是原則上是不希望財政部持股 這個低於80% 就大概市股20%左右 是 那所有的員工大概 都已經充分的溝通了嗎 呃 員工我們當然一直都在溝通 我們會持續在溝通 因為員工比較擔心他的工作 所以我們也特別跟員工講 呃 80% 基本上他是國營事業的型態 對他的工作權益是絕對不會受到影響的 那我們也是要多多來溝通啦 是是 那員工的權益啊 我們也希望能多多來加強 多多保障 這個我們一定是擺在最優先的 好 謝謝吳次長 那今天來的主席可不可以請 曾明中 曾主委 好 請主委 曾主委 你好 是 那面對這個整個國際的局勢 以及國內這個情況的變化 鄭索瀉也廢除了 那我們預計啊 呃 怎麼樣來 呃 promote 台股 讓這個台股的能見度 可以高一點 那現在目前啊 整個國內的這個油資啊 聽說很氾濫 大概有多少的資金啊 有可能喔 來引導入股市 因為像台灣的房地產啊 年輕人要買一個房地產的投資啊 事實上是很不容易的 那是不是可以有一些這個 教育 或者是怎麼樣來宣導 讓台灣好的股票 可以獲得年輕人的青睞 事實上 年輕人他也許沒有 300萬 500萬 但是他可能有可以存個 3萬 5萬 10萬 他也可以去買一些好的機油股啊 如果配股配喜 養成他投資理財的概念 對他人生的規劃也是很好 是 所以 只要有好的路可以走 不見得永遠都是想說 未來沒有前途沒希望 就是當月光族 每天想著把錢花光 看到連那iPhone好漂亮 寧可省吃錢用去買一支iPhone 看到別人拿那個 這個什麼 AMS的皮包很漂亮 寧可三個月都不吃飯 然後去買一個皮包 是不是可以有一些這個理財的正確觀念 導正 讓這些資金啊 可以投資在正常的這個股市運作 或是比較好的機油股 跟委員報告 這部分就是有關金融教育的推廣 所以今晚會也透過大專業校的相關的活動 舉辦說明會 另外 今晚會過去也都會同金融總會到全省各地去舉辦原遊會 能夠介紹相關的理財的相關專業 讓民眾提升他金融專業 我相信這個有助於 讓未來的整個理財會有更大的寬管空間 最近大咖有沒有回龍的跡象 跟委員報告 其實第一個正手稅其實也還沒有實施 要原業1月1號才實施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其實大戶他錢出去要回來 他必須有一定的程序跟規劃跟安排 我相信會陸陸續回來 他可能他在他的部位裡面 有一些必須要滿足點 或者事實賣掉以後再會回來 是 好 那國內現在油資大概加一加會有多少 我們看到這個保險 保險的這個資金相當相當多 是 不曉得保險這一塊 他們對匯除症所稅的看法是怎麼樣 他們資金有開始來加強投資嗎 跟委員報告 保險資金非常的充沛 總數可應用資金高達17兆 那很多都留到國外有一半以上 到國外去投資 那國內的股市的比例 其實現在大概就5%到5點多%左右 他最高可以達到10% 其實還有很大的成長空間 所以我們很多人來討論到就是保險業者 到國外去投資 有的還虧錢 那事實上現在台國內的這個投資標的也不錯 我想建議說 我們來研究修法 讓保險公司 海外的這個投資上限 大概從45%看能不能回復到過去的水準 降到20%或是25%左右 那我想這樣做的話大概有效 可以引領大概3-4兆的資金回台灣 如果這個資金回來的話 我想對國內的企業也是會有相當大的幫助 不曉得的諸委看法如何 現在保險法規定了 投資整個資金投資到海外 如同委員剛剛提到 最高上限是45% 那這已經實施多年 那業者也有實際上的需要 那假設把它修法調降 到二三十我相信它的衝擊會非常的大 不過就現在的額度 它已經用不完了 現在剛剛跟委員報告 可用的資金 投資股市的部分 現在上限是10% 但是真正投資的還不到6% 其實還有我相信還有上造的資金 這一部分其實我們會利用機會 鼓勵保險業 而且假設是國內的本利比相對的低 那以上市上規公司的前三季的獲利的情況 高達一兆五千一百零一億 那國內有很好的上市上規公司 表現都會非常好 我們也會鼓勵金融業 尤其是保險業 經過審慎評估的話 它假設要今日投資我們樂觀其成 謝謝 保險是大家的資金 那引導到國外去 我看到很多家大家的這個受險公司 事實上在幾年前投資海外 慘賠 有一家蠻大間的慘賠 那我想說希望能多多宣導一下 如果有機會回來台灣 台灣有很多好的標的 謝謝 謝謝 謝謝委員 那接下來我們請曾紀委委員花言 謝謝主席 主席 麻煩幫我請張部長跟曾祖委兩位好嗎 謝謝 好 請部長跟祖委 曾祖委好 國外好 是 兩位好 那個主委我先請教你一下 是 就是我們證手稅現在目前已經決定是要廢掉了嗎 是 從今年1月1號開始實施 但是我記得我們在前幾個月 金管會其實有委託一個研究報告 就是針對就是我們證券的交易 成本是不是太高 包括手續費 包括稅 這些東西去做一些整體性的分析 是 主委請教你 這個報告現在目前的狀況如何 一估12月底會出來 現在還沒有出來 那其中報告是不是已經報告過了 還沒有 沒有其中報告 還沒有看到 中間的中啊 我知道 應該12月底是其中報告 12月底才其中啊 是是是 那你現在這樣的話 那個跟當時我們委託這個研究報告的原意啊 目前看起來整個環境已經變化那麼多了 沒錯 證手稅已經都不在了嘛 是 對不對 那您覺得這個報告出來 會不會有再有突兀的驚人之舉啊 我相信 因為證手稅現在已經廢了嘛 對不對 對對對 有沒有可能這個報告 我們當時的期待 譬如說他建議一個鼓勵減半課稅 或者是補充保費 不應該課 有沒有這樣這個 為了證券市場的發展 有沒有可能 跟委員報告 其實跟當時委託的當前的環境如同你那已經有重大變遷 是是是 那像補充保費也一月一號要做調整了 我相信他的重要性相對已經降低很大 如果這樣我們委託的一個研究 包括假設他有這樣的建議出來的時候 那怎麼辦呢 我們情勢已經變了 所以站在我們主管主管機關的角度來看 我們不接受這樣的建議嘛 因為我們已經情勢變化了嘛 所得稅已經都廢了嘛 然後補充保費也提高到兩萬了嘛 對不對 起跳了嘛 所以應該沒有這個問題了 不會再有震撼性的 讓我們證券市場覺得鼓舞的消息出現吧 我相信不會有太大 或者是如果有這樣的建議 站在您的立場 您不採取任何建議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情勢不同了 我們不應該再有這樣的打算 沒錯 現階段是這樣子 OK 好 那主委啊 你另外還特別提到 是說我們希望我們鄭水稅這次的調整 然後可以把不確定的因素確定下來 是 然後您期待 您目標的那個一千兩百億 希望能夠達成對不對 是 這是您一再在很多的場合都這樣說明 那個主委 假設我們一直沒有辦法期待達到我們的目標 那如果我建議 既然大家對於稅造成的障礙 這麼樣的憂心 而且一直都很期待 只要解決稅的問題 基本上我們證券市場呢 不管任何其他因素的干擾 在台灣都不重要 所以我建議 如果那個時候到了 證交稅減半 您認為同意嗎 證交稅減半 是 我們就繼續加強 把證交稅減半 可不可以 看其他國家的經驗 香港 新加坡 千分之一嘛 是不是 對 應該是吧 韓國千分之二是嗎 是 我們太高了 妨害交易 租稅是個障礙因素 那如果我們達不到目標 我們乾脆就一起下去 我們強力一點 把證券市場搞起來 不是嗎 跟委員報告 證券市場當然非常重要 但是政府的財政穩健 也非常重要 我了解 但是我們每次在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都說 其實對財政不會有影響 因為你稅降低了以後 成交量會增加嘛 大戶都回來嘛 成交量上漲了以後 稅收會增加嘛 但是 我們不是都是用這樣的邏輯嗎 但是跟委員報告 因為您 我相信您也同意 資本市場是一個國際化的市場 是 所以 這就是我們在談證書 所以我們不是也是這樣講嗎 對 但是社會不聽啊 但是決策者不聽啊 所以因此我們還走到這個路啊 所以如果我們這個邏輯都可以適用的話 各位 您二月一號馬上要進來了 我二月一號我要畢業了 我從二月一號開始 我要在所有的社論跟所有的場合 我要強力的建議 如果您剛剛的目標子沒有達成的話 我們調降證教稅減判 因為我們共同來為台灣的證券努力 市場經不起任何租稅的不當的干預 我覺得 我們就follow這個邏輯 我們就用台灣獨特的手段 來解決我們所面對的本土性的問題 這是我希望在您來之前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我們一直要澄清的社會正扭曲的觀念 我也希望在這個場合留下一個紀錄 我覺得我們的政策是錯誤的 第二個 我想請教你就是 張部長 張部長我們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一直在談說那個土營的問題 IPO對不對 那我其實外面有一些員工的反彈 這個其實我覺得都可以理解 不過我想請教你說 這種所謂的我們掌握的國營事業 不管是金融還是非金融 原則上 我們到底為什麼掌握它 為什麼需要用國營的形態來經營一個企業 其實是關鍵對不對 那現在像您剛剛在質詢的時候回答的時候 我就覺得有一個問題值得我們思考 如果一個國營事業做了他不該做的事 但是他做得非常好 非常有績效 部長你覺得國營事業應該要存在嗎 他做了不該做的事 他養豬養雞養鵝 就市場都可以 評鑑企業都可以做的 但是他做得非常好 非常有績效 賺錢 所以我們站在國庫的角度 他能夠幫政府賺錢 所以因此我們要讓他呵護住 要維持住 我一直不解 我們的民營化政策 我們對國營事業的看待到底是如何 當然我知道您主要的是針對台元酒 或者是金融機構 但是我們在某種程度上 考慮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雖然在執行的過程裡面 會有很多的干擾的因素 但是我一直很期待 站在一個部長決策者的角度 是不是我們應該更高的層次來思維 你做的事情到底該不該做 其實是不是比你做得好不好更重要 部長你覺得 我了解你的意思 台灣煙酒是值得國飲的 因為煙酒過去專賣 對那是針對煙酒 現在我們是對它的副產品創新 我了解 那個是值得鼓勵的 所以就是要鼓勵它有盈應的計較 要創新 所以我們很多像台肥也搞這種事 台元也搞這種事 所以部長我只是要請教說 因為您都是在決策階層 在思考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其實對於國營事業 到底該不該民營化 包括金融機構 我一直認為 我們台灣在轉折的過程當中 過度的過程當中 其實太困擾於這樣的國營績效的表現 國營績效因為有了壓力以後 原來表現很差 也做了不該做的事 所以我們逼著他成長了 但他的成長不是決策階層去思考 他是不是做該做的事 而是因為他即使做了不該做的事 但他做得越來越好 結果我們沒有辦法擺脫掉 這個對我們整體資源來講 這是一個浪費 這是一個錯誤 部長請您進一步思考 這是我提供的意見 部長請回 我再請教一下主委 好 部長請回 主委 我另外看到一個消息 就是我們 您有特別提到 我們存保公司 跟保險安定基金要合併 跟委員報告 我們曾經有這麼一個規劃 是 合二合一 對不對 您怎麼會想到 要把它合併在一起 因為當銀行 它現在已經實施立即基金措施 那保險也實施立即基金措施 以後真的要接管 要處理的機會相對非常的少 不需要有兩套 您的考慮 不是它的功能已經沒有需要 還是說因為組織人事上的考慮 你把它做這樣的經濟 都有 那跟委員報告 其實很多的國外 像新加坡韓國也是二合一 但是我的問題是在於說 第一個 您現在所 您吩咐的是要存保公司去做這件事情 對不對 在研議 去研議 對不對 那有存保公司在研議 它本身是當事者適當嗎 可不可以有一個比較客觀的單位 來做這樣的事情 因為存保公司自己本身 要不要去談 跟保險基金要不要合在一起 這是不是做出來的決策 可能不是那麼公正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什麼時候會出來 我看報紙的想法是六位才會出來 對不對 這是研議的結果 是是是 那如果這樣 主委你都到這裡來了 你覺得你這個政策想法會延續嗎 跟委員報告 其實已經研議了 大概將近一年了 這個事情已經研議了一年 但是我們本來在保險法這一次 就是要把它拉進去 那就因為有關人員還有不同意見 所以這一次的修法沒放進來 是 所以這個政策 會不會因為您離開金管會 而就停擺 有可能 所以我比較在乎的 不是組織合不合併的問題 主委 不管您在哪裡 我希望你能夠持續的思考一個 我曾經在這個場合不斷建議的 就是我們比較重要的是在於 這兩個機制 我們如何讓它在充裕的財源之下 能夠隨時能夠發揮它的功能 那看起來我們現在的保險費的費率 存保的保險費費率 還沒有達到目標值的2% 對不對 對 如果按照你們那個 那個預算書裡面所講的 我看了一下嚇了一跳 一般金融的部分要140年才能夠達成 如果情況不變的話 然後農業金融的部分要175年 那這個目標值設置的意義在哪裡 就沒有意義了 不會 跟委員報告 這個意估是不是那麼精確 跟委員報告 比如說現在那個營業稅的部分 現在是撥進來統一應用 但是營業稅的部分 基本上不能夠是一個長久依賴的體制 沒錯 我們還是要回到保險的概念 對不對 沒錯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在這邊提醒主委 就是說不管您在哪裡 擔任任何職務 重要的不是機構的合併 對 重要的是我們要完整的配合營業稅的提搏 保險費以及保險安定基金的提搏 這三者之間我們要找出一個 短長期配合的整套的長遠規劃 非常贊成 我覺得這才是一個 我們未來能夠根本去除 我們的風險的一個最重要的做法 跟委員報告 其實非常贊成的意見 其實存保的他的保證 保準備金 基本上應該是來自保會 才是正辦 對對對 所以現在調到一年到85億 那保險的部分以前大概22億 現在大概double 也大概45億 朝這個方向來就調整 這方向才對的 所以我們現在因為碰到臨時的問題 所以我們用營業稅來做輔助 對 但是我覺得我們要回高正常的體制 對不對 沒錯 才做一個根本的財務根本 好不好 謝謝 謝謝 謝謝主委 好 謝謝委員 那接下來我們今日的登記 花園委員已刑答完畢 那我們做如下決定 第一 報告期刑答完畢 第二 委員 潘維剛所提的書面執行 列入紀錄刊登公報 並請財政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以書面答付 第三 委員執行為及答付部分 請財政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以一週內以書面答付 第四 委員執行中 要求提供相關資料 亦以請一週內送交各相關委員 那接下來就審查 討論事項及處理提案 那請議事人員 先讀一百年五年度 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戶屬單位 預算營業部分 有關台灣土地銀行 含土地保險經紀人 股份有限公司 中央存保股份有限公司等 預算案之審查項目及提案 共期案 中華民國一百年五年度 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附屬單位預算及中計表 瓜湖營業部分案 有關財政部主管 台灣土地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 瓜湖含土銀保險經紀人 股份有限公司 預算部分 一 業務計畫部分 二 營業收支部分 一 營業總收入536億 零730億萬元 二 營業總支出 瓜湖不含所得稅費用 451億145萬9千元 三 稅前禁例 85億零585萬一千元 三 金融保險成本部分 四 轉投資計畫部分 無列數 五 重大資建設事業部分 五億3869萬一千元 六 資金應用部分 七 補辦預算部分 收回資金資轉投資20億元 現在宣讀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 中央存款保險股份 有限公司預算部分 一 業務計畫部分 二 營業收支部分 一 營業總收入 九十億9873萬8千元 二 營業總支出 瓜湖不含所得稅費用 九十億9873萬8千元 三 稅前禁例 零元 三 金融保險成本部分 四 轉投資計畫部分 無列數 五 重大資建設事業部分 七百二十萬六千元 六 資金應用部分 現在宣讀委員之提案 第一 土地銀行 一百零五年度預算案 用人費用中 編列李島及東台 地區服務人員之 辟地 津貼一百七十 一千七百五十萬八千元 建議全數刪除 提案人委員 許天才 吳秉瑞 薛寧 聯署人 委員李應援 第二 土地銀行 一百零五年度預算案 業務費用 旅運費下 編列國外旅費 及大陸地區旅費 分別為四百七十九萬元 及四百零二萬九千元 建議國外旅費 及大陸地區旅費 各簡列百分之二十 共計刪除一百七十六萬元 提案人委員 許天才 吳秉瑞 聯署人委員 李應援 薛寧等委員 第三 案 有關土地銀行 首次公開發行IPO計劃 因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報告後 使得施行 提案人委員 許天才 吳秉瑞 薛寧 聯署人委員 李應援 第四 案 中央存保公司 一百零五年度於 用人費用福利費 科目編列四千零六十八萬六千元 其中 職工福利金提拨市為 九百三十五萬八千元 建議佐宇簡列四百二十九萬元 提案人委員 許天才 吳秉瑞 薛寧 聯署人委員 李應援 第五 案 中央存款保險公司 一百零五年度於 服務費用專業服務費 科目編列預算 一千八百零二萬四千元 建議刪除一千萬元 提案人委員 盧秀燕 聯署人委員 林德福 李應援 盧明彩等委員 第六 案 中央存保公司 一百零五年度服務費用 專業服務費用科目編列 預算一千八百零二萬四千元 建議簡列百分之三十 共計刪除五百四十萬元 提案人委員 許天才 吳秉瑞 薛寧 聯署人委員 李應援 宣讀臨時提案一案 建於近日報道 直出有民眾向台灣銀行 借貸七百五十萬元 並有其未成年子女 當貸款連貸保證人 後因父親無慮償還 子女成年工作後即面臨龐大債務 對此 及有律師指出 銀行不能將未成年人列為連貸借款人 該份借款合約應無效 為經查目前銀行 由未成年子女擔保之情況 恐不是個案 建此 提案要求金管會 應發函要求各銀行於貸款業務時 應不得由未成年子女為連貸款連貸保證人 提案人委員 盧秀業 年屬人委員 林德福 李應援 奴民財等委員 宣讀完畢 好 那我們稍微休息一下五分鐘 五分鐘後我們再進行協商 zitten OK OK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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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年 104年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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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请 我们希望 空间 他們 我的責任 我叫我現在開放這個 我真的怕負起歷史責任 這個先小人獲金子 但是新的國會進來他要開放 所以保留他們還可以看的機會 才幾個月 2月1號啊 3月1號啊 才幾個月 那麼急嗎 這歲末啊 你這歲末啊 第一階段50億啊 50億是為了要符合IPO的流動性 那你50億就讓他開跑啊 你現在國發你自己部長去調整一下啊 你民營 你第一階段要開放民間的那一部分 切多少 才十幾億嘛 是不是十幾億 十幾億這邊增加一些就可以了 調度一下就可以了 為什麼這個大門要這個急著開呢 真的有問題啊 真的有問題 我不要放 我真的不放 因為我怕負起歷史責任 開玩笑 歷史責任是我在負責 我們這個把關 沒把關嘛 明明差幾個月為什麼不把關 這個我要問啊 明明只差幾個月 新的國會來他們意見怎麼樣我不管啊 我們剩下多少 剩下不到一個月啊 我們的責任剩下不到一個月啊 十五只能不到一個月啊 因為十二月十五號就要消費啦 齁 那你其他的去跑 你其他去做 就差這幾億 我現在代理董事長 土銀的未來 如果沒有這個三百億的增資的話 他整個獲利 整個資本數不足 整個獲利絕對是大幅的降低 而且也必須要所有的風險性的資產 全部要降下來 這樣啊 真的 因為國發基金審 要投資台銀跟土銀 目前 目前都凍結狀態嘛 都要運費協商嘛 目前都凍結狀態啊 所以就到那邊一起處理啊 保養院要處理啊 如果你要讓這一部分停下來 那一部分我同意 但是如果你這一部分應要的話 那就一起到院會處理 因為那邊也是凍結啊 我們審查那個國發基金的時候 目前就這樣啊 所以你也沒有用啊 但是真的喔 大家想一想啊 這個要民營化 跟不民營化 那條線要畫得很清楚 不要含糊 不要民營化 你就不要對民間開放 開放這個門嘛 不是啦 流動價格不流動價格 都是自家人的 供應自家人嘛 賺 你都賺 他都賺 這是利益分配問題 都是國庫嘛 這還不重要喔 你現在民間進來就不一樣了啦 你不要小看這個啦 而且進來他不是公開上市的 沒有經過市場考驗 這是幾個人就在裡面 董事會運作一下 你就聽他的 各位報告 第二階段250億 我們就是第一階段 51上掛牌之後 第一階段一開以後 第二階段你要擋就擋不住了啦 第二階段我們要辦的SPO250億 我們盡量會找一些國營的銀行 或放工股的事業進來 那你為什麼第一階段50億 第一階段50億 51裡面多少 那個民間的多少 51因為他要市場的流通 要達到流動性的部分 所以那50億基本上是要公開抽籤 不會要什麼公開抽籤 都沒有用啦 那個是IPO的有時規證 公開抽籤他也可以 以後不能買賣嗎 公開抽籤中獎的他馬上轉手賺了 我帶這個誰中獎的 我如果有目的的 我加一倍給他都可以 這金額小嘛 當時有錢力大啊 不得了啊 委員這個是IPO的一個正常程序的流程 你一個最基本的 你要民營化 左民營化 透明公開 這個很清楚以後就民營化 你不民營化在這邊不要開這個漏洞 真的這有問題 那這個是第幾案 那第三案我們就保留宴會處理 好不好 因為國華基金也是被動携 好不好 那就這樣子 第三案我們就保留宴會處理 好謝謝 接下來第四案 中央存保預算三減案 來 第四案是中央存保 沒有 福利會用人會用 福利會用人會用 還有職工福利金提撥數 來請說明一下 跟委員報告 存保公司對於職工福利金的提撥標準 是依照主管機關核定的標準 那這個標準是已經有績效的考量 如果賠款準備金提撥沒有到法定金額 我們的提撥率會降到千分之0.5 如果我們監控風險適宜的話 沒有發生賠付事件 那就會達到法定金額 那適用千分之1的提撥率 所以我們希望是不是維持一下 能夠讓我們這個員工有一個激勵 能夠把風險監控住 不會發生賠付事件 好 知道 那委員你看法 因為這個是職工福利提撥數 那人數有沒有增加呢 對我們人數會進補 我們會進補 那個我們有一些退休的人 我們會再繼續運用 會會會 還會增加進用 對 第四案 第四案我們就不以處理 接下來第五案 第五案跟第六案是病案處理 盧秀慧委員 第五案 我是看你們 當用則用啦 那因為我是看你們 就前幾個年度 你們都用在五百萬到八百萬之間 那你們今年 明年要編一千八百零二萬 那所以如果前面幾年 平均大概都五百萬到八百萬之間 那你今年編這麼多 也可能會用不完啊 你不會今年忽然跳起來嗎 明年忽然跳起來 跟委員報告 這個服務費裡面大概有兩個科目 一是工程管理諮詢服務費 跟法律服務費 那編了一千萬 那這個最主要是 這個預算編是被不時之需啦 未與籌謀來那邊 如果有問題金融機構發生的話 我們要接管去聘一些財務顧問 那如果沒有問題金融機構發生 風險監控得意的話 這個費用是不會動資的 那你是預估明年有潛在的這樣的風險嗎 因為金融市場瞬息萬變啦 不曉得會發生什麼事 你這樣講嚇死人啊 對啊 因為台灣現在 曾主委管理的很好 曾主委管理的非常好 都沒有啊 主管機關的風險 監控很勢宜啦 所以沒有問題金融機構發生 但是國際上不見得啦 要不然給你保留一千萬這樣好不好 你一千八百零二 給你一千嘛 三八百 因為你事實上 你看你都用這五百到八百 那給你一千已經算很不錯了 可以啦 啊 你這麼沒信心啊 可以啦 這麼沒信心啊 好 那我們就 對啊 因為就你講風險發生肯興太低了嘛 我們這幾年的金融管理 算是 管理得很好啊 那就是減八百萬喔 減八百 那就是減快五十趴了咧 那你再用五趴幾倍吧 四十趴 前幾年他 他是用了六百一十四萬啦 對啊 前幾年平均在五百到八百萬之間嘛 前幾年耶 各位報告 因為前幾年剛好也是很平順 所以我們這個都沒用到 沒有到我們就真的不會花 但是萬一發生的時候 我們真的是需要用的時候 我們就 到時找不到錢 陸委員 這樣子好不好 減十五趴啦好不好 可不可以 好不好 好 好 主席在講話了 15趴的話 因為主席有時候會顧我的案子 所以我就 快三百萬 頭頭抱你 好不好 我們就減十五趴嘛好不好 那席委員 好來我補充一句話 我從1993年進入立法院以後 沒有一個官員不會這樣講 裡面邊給我 不該用的我會省下來 但是全國到處到年底的時候都在 設法消化預算 董事長不會消化預算 總經理不會消化預算 但承辦人他拼命消化預算 都這樣搞 所以我們要相信董事長 還是要相信我們這 一二十年所看到的 中央到地方 預算如命令 亂下命令 到時候說我可以跟你討價還價 我會幫你主動加碼 幹好事 我會主動幫你煞車不要幹壞事 會這樣嗎 預算如命令 董委員 我們一定努力監控這個風險 不會有問題金融機構發生 你看 主席這麼仁慈 60% 30% 他變成15% 我要問主席你有什麼好處 沒有好處 沒有好處 誰跟你撒嬌 好那我們就第五案第六案 變案減275萬 15% 就這樣子 好 270萬 好 那接下來就是臨時提案喔 這個是不是 盧委員的臨體喔 這個應該好吧 大家應該沒意見吧 說明一下好不好 說明一下 報委員這個 保證的規定基本上是民法的規定 未成年人來保證 有可能是保證人 有可能是他的財產的所有全人 誤上保證喔 所以這個是不是我們 容許我們回去研究一下 法律上的確沒有問題喔 我們再來做這個事情 建議可不可以倒數第二行 櫻花二行前面加兩個字 研議 我們回去法字面通盤做個檢討 不然匆忙 如果是這樣發出去 可能更民法 或者是說 我是個理性委員 可以啦 就是說這個 這樣我可以接受 不過那因為你們之前 在答詢也回覆我說 第一個你們會去把各種 太一樣的這種情形 一週內回覆我們嘛 就是有一週是 現在是小朋友的 有多少是以前式的 有多少是他本身是財 他本身是財產所有全人 所以以至於他必須當連帶保證人 你們把這個一個禮拜給我們嘛 你是講一個禮拜嗎 沒關係 好可以 你說多久 對啦 對對對 你說多 對好 那你說多久沒關係 你說 一個月 好一個月 那第一個是改成一個月 第二改研議我們意見 那第三個 因為你也特別 剛才主委在答詢的時候 特別強調 如果是有 他不是財產所有全人 他現在是 尤其是現在是小朋友 還被抓去當連帶保證人的 不幹嘛 這種疑慮不可以 或是在民法修訂以後 1995年以後 還竟然被抓去當免 那這種話是根本不可以追債嘛 這個要 這個要確實 好不好 對對好不好 好 那反正這個東西寫寬 沒關係 但是我相信 你們會照你們答詢去做 好不好 謝謝 曾機長 你倒數第二行 你的字眼怎麼認 倒數第二行 本席提案要求金管會 原 因 原意 再因 後面加兩個字 原意 發寒 就這樣子吧 好 那之前聽到了嗎 那如果也沒 沒接吧 好那我們就修改兩個字 原意 那這樣子 好通過 好謝謝 我們請議事人員先讀協商結論 学商结论 第一案3减25万元 第二案不予处理 第三案保留送宴会处理 第四案不予处理 第五案第六案合并处理 3减270万元 临时提案 修改倒数第二行 应发函要求 修正为应研究发函要求 其以照案通过 先读完毕 好 谢谢 请问各位委员对于学商结论 有无意义 没有意义 那我们就无意照学商结论修正通过 那接下来请议事 您也先读审查结果 审查结果 审查中华民国105年度 中央政府总预算案 附属单位预算营业部分 有关台湾土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含土银保险经纪人股份有限公司 中央存款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等预算案 除照学商结论外 其以部分金兆列 另业务计划部分 因依据营业收支 金融保险成本 转投资 重大之建设事业及资金应用等项之审查结果水桶调整 金融保险成本部分 水桶营业总支出审查结果调整 资金应用部分 因依据营业收支 金融保险成本 资金融保险 转投资及重大之建设事业等项之审查结果水桶调整 宣读完毕 好谢谢 请问各位有意义 潘委员没意义 那我们就通过 习委员没意义 那我们就通过 我听你的啊 你要负责啊 大家负责 谢谢 那接下来 针对105年度 护士单位预算营业及会营业等预算案 审查结果座如下 结议 本委员会负责审查中华民国105年度 中央政府总预算案 护士单位预算营业及会营业 即信托基金部会 既已审查完进 拟计审查报告 并入审查总报告 提报宴会讨论前 需交由党团协商 因为讨论时 由本席出名说明 请问各位委员有无意义 潘委员 卢委员 锡委员 没有意义 好 那我们就无意义通过 那本论议程就进行完毕 那我们现在就休息 谢谢大家 谢谢 我们现在继续协商货物税条例